Linus核心设计 各位玩 欢迎来到Linus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在这一次希望来探讨Linus核心在21世纪的发展动态 好 那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就是Linus核心在2001年 也就是21世纪开始的第一年 释出了2.4.0 那最新的版本已经到了5.6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从2.4到我们现在的5.6 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Linus核心的开发者克服了非常多问题 就像你大概可以拆解出来的 就是 包括说SMP 就是对称多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设计 以及说Linus核心在整个Skepity 就是随着这种硬体资源的提升 能不能带来更好的突破 更好的效能表现 那过程中呢 在21世纪呢 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硬体 从我们熟知的CPU GPU 还有各式的网路啦 储存装置 这些呢 其实都对Linus核心的资源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要知道的地方是说Linus核心呢 不是只是让这些硬体周边能够运作而已 而且甚至要发展一个足够可以把这个整体的效能啊 安全啊 然后这诸如此类的液体呢 能够都可以做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处理 那过程中你会发现说呢 这个Linus Kernel呢 也移除了Big Kernel Lock 那这个Big Kernel Lock呢 跟SMP有非常大的关联 此外呢 你也可以注意到Linus核心呢 支援了虚拟化技术 虚拟化技术像是KVM Zen 然后呢 Linus核心呢 也支援这个容器化的这些机制 像是Docker LXT这样的 然后呢 你可能知道在Linus核心呢 有一个相对新的技术 那这个新的技术我们称为叫EBPF 可是呢 这个新的技术其实呢 它是建构在1990年代前期的这个技术 然后呢 它最初的功能呢 是来做这个风包顾虑的 但是呢 在最近Linus核心的发展呢 已经非常多的扩充 此外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EBPF呢 它有非常多应用 其中一个应用就是叫XDP 那XDP呢 让我们可以 在风包处理的这个前期 也就是说 风包还没有进过这个TCPIP stack 你都还没有去解析它是TCP啦 还是UDP 你还没有完整去解析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对特定的风包去做过滤 所以你可以 想说你可以考虑到那种DDoS的这种攻击的可能 那你可以及早去这个Drop特定的风包 此外呢 在发展了超过15年的Pre-End RT 这是让这个Linus核心迈向 全面的这个即时能力 然后这个机制呢 可以让Linus核心变成硬即时 哈瑞坦的作业系统 那当然这件事呢 不是只是一个主派而已 它其实对Linus核心的冲击是非常大 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Pre-End RT呢 独立在Kernel发展四几年 在2019 终于这整合到LinusKernel 5.3支了 那此外呢 在有个机制我们称为AIO 那AIO它的全名是这种非同步的Io处理 然后在Facebook的工程师投入下呢 有个新的架构 我称为AIO URIN 那就是目标是让Linus可以迈向更优雅高效率的非同步存取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讲座呢 我们希望可以探讨就是说 Linus呢 从1991年发展到现在 那从21世纪的第一年 也就是2001年开始呢 是非常非常关键一点 因为Linus获得巨大的这个采用 不止各大企业 甚至说以前我们很难想象的的环境 比方说像手机啦 比方说像这种太空探测器啦 或是一些工厂的机台 这些过去我们很难想象的议题呢 Linus呢 逐步都纳入了 所以Linus考虑非常多的情境跟多元的需求 所以在这20年来 有非常多这个不同的议题再去思考 然后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 我们采用的这个投影片 就是我们采用的投影片是这个Folston Folston在这个2020年Folston的开幕演讲的这个讲稿 那他的讲稿比较抽象一点 因为他假设很多人对Linus核心做已经有足复的认知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做这个资讯的补充 然后 这边你可以看到说Folston的他的这个演讲稿 那我们下也会附上相关的这个录影 那你可以教他对照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说明跟他原始的这个录影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前导的议程 那一样也是在Linus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来探讨作业系统数及相关的概念 然后 这个也是有这个有录影可以做参考的 那现在Linus核心的程式码呢 已经逼近2800万行的这个规模 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规模 而且往往呢 你面对的不是没有程式码 而是这个程式码非常多远 像你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一段程式码 对不对 它写得非常多注解 但是这个这么多注解 你就算认真看了 你可能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个别字你都看得懂吧 对不对 比方说这边有 是吧 Cache 你看得懂 对不对 好 那就Data Swatch 什么的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关联在哪里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去看他相关的这个原始程式码 你会发现非常多议题里面有掌握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Linus核心设计讲作作业系统术语 以及概念的这一篇呢 我们就是探讨 从一些高阶关联 看到说作业系统怎么去分层呢 然后这个分时多工 这个作业系统怎么来的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 然后有很多1960年代的术语跟观念呢 其实一直延伸到今日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也有探讨说 或者是像这些数据它的什么来的 比方说这个排程 排程到底是什么 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这种数学上的函数 它有一个资源的对应关系 然后呢 我们后面来提到一些 作业系统的设计概念 甚至发言说Micro Kernel 注意到Ninus Kernel呢 它并不是Micro Kernel的主体架构 但是呢 Micro Kernel很多观念 很多有趣的机器呢陆续呢 整合到Linus Kernel里面去 所以像你可能知道就是Mac 这个Mac Mac Micro Kernel呢 它是很经典的 这个微型核心的设计 但Mac很多观念 很多机制 比方说Watch memory 始终呢 其实被引入到Linus核心里面 那其实今天来讲的话 像Linux Kernel这样 Monolithic Kernel 就是说一个一整体的作为一种核心 跟那种Micro Kernel 其实在今天来讲 很可能没有什么太大 太巨大的差别 它可能只是那种切入点的差异 就是说在分类上的差异 就很像我们今天探讨这个Risk 跟Sisk 对不对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这个 计算机结构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今天表示像Intel的处理器呢 看起来它的指令集好像是什么 比较复杂的指令集 但是很有趣 对于它内部也是一个高速的Risk 那所以以很多设计来讲的话 也许它没有那么大的区隔 好 然后呢再来是说呢 我们在过程中也会探讨说 像这个排程啊 然后像这个Kernel Preemption 就是Pre-Anti-Kernels 这一类议题 然后呢 但我们刚刚讲到什么 讲到这种Scapacity 这种问题就是说 我们随着硬体的成长 能不能让整体的效能有比例性的成长 像注射这些议题呢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讲座可以探讨的 好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呢 讲这个发展动态的回顾呢 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 这些术语跟观念上去做扩充 好 然后呢所有的活动都可以免费参加 非常棒 然后 你事先也不用报名 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可以 而且它不只是免费参加 不然说它相关的那些 演讲稿 录影 这些东西呢 在事后呢都很快就会公开 所以 你可以用 善用Forsetan的资源去 接触到各式各样新的技术啊 不管说Linux核心啊 GCC啦 这些都有相关的这个 异常鬼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之前有一个学生呢 叫李少龙 在2007年的时候 跟我一起呢 到 布鲁赛尔 Forsetan 每年都在布鲁赛尔举办 那您可以看到说呢 这边它就是一些 它的一些说明啊 那这个 这个很有趣啊 就是 呃 Forsetan呢 充满了啤酒 然后呢 他甚至会 把一整条街包下来 然后 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有趣啊 他就做很多种 有社交活动啊 那你可以看到 看到那种大神啊 然后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 要发表我们的议程 我们去发表我们的那个 那个 F9 Michael Kernel 我们自己发 针对这种 微控制器发展的这个 作业系统核心 然后我们在这边发展的 发表这个 之前呢 就是 前面几场呢 都大爆满 然后 这个 真的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啊 而且它有很多 非常多细节 那就主要就是 让大家就是可以去 交流 所以呢 不然说我们这一次呢 所引用的这一个 开场演说 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 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好 然后呢 呃 这边呢 强烈建议呢 尤其是在校学生啊 就是一定要去尝试去 呃 去发表 就像这个呂少龙啊 呂少龙那时候还在 就是还在 呃 2007年的时候 他还是学生啊 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呢 他就在全世界最大的开放原始 自由软体跟开开放原始码的研讨会发表 好 那就让他呃 更有信心啊 而且学生的朋友呢 呃 不用担心这个 呃 呃 经费不够 好 我们在 因为有非常多善心人士啊 应该有97次的这个 呃 善心人士的这个捐赠啊 所以让我们可以很很 就是全额的啊 去执行啊 然后呢 呃 如果呢 你是社会人士啊 然后对我们这个课程啊 有 呃 有期待啊 我们这个课程呢 原则上我们都会对 所有的公开啊 我们的教剧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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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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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看重頭戲 當然重頭戲也是Linux核心 Linux核心在2001年的1月4號釋出2.4.0 我們來看一下2.4.0它的程式碼 壓縮起來是223MB 用Gtip壓縮 最新的Linux kernel穩定版是5.6.14 壓縮起來就是166MB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程式碼 就是有很可觀的膨脹 然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Linux核心的家族成員 也就是他的三個女兒 跟Linux核心的原始程式碼有點觀點了 我們來看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邊來講的話 這份供餅提到有一個紀錄片叫做Revolution Always 然後裡面就會採訪到Linux核心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他裡面講到他的女兒 最小女兒有美國跟芬蘭的雙重國際 因為Linux核心從97年就搬到美國去生活 然後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如果你去查一些Match Number 這個Match Number 這個Match Number呢 如果你稍微對照一下呢 你會發現什麼呢 剛好是他就是Linux核心自己的 就是當年發布Linux核心的日期 然後呢他的女兒 這是第一個女兒 然後第二個女兒 第三個女兒 所以很有意思啊對不對 三個女兒的那個什麼 幫他說三個女兒的生日 然後幫他說Linux Twas自己的什麼 自己的生日 也什麼 也記錄在這裡面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其實這個Linux核心 這個真的很有趣啊 就是說它是很多人的創作 但是呢又保有Linux Twas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幫他說他把自己的女兒的這個生日 寫在Linux核心的原始程式碼裡面 好 變成其中一部分 好 然後來看一下2.4核心呢 在Linux Kernel發展呢 是邁向現代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Linux核心呢 是從1991年發布的 那從1991年到2001年 你可以看到說這是過了十年 所以Linux Kernel前十年呢 是在炒創階段 就是盡可能去支援不同的這個 個人電腦啦 個人電腦的周邊啦 不然說我本人在Linux核心呢 大概也是在這前十年做一點貢獻 好 可是呢在Linux核心從2001年之後呢 所面對問題就很不同了 它不再只是支援不同的硬體而已 不再只是能夠在物美價廉的個人電腦上面運作而已 要考慮到的是很多各式各樣的裝置 這個裝置非常多元 我們來看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呢就可以看到說呢 它是2001年的這個文章 然後他就說 注意到它的時間點 1月4號 2001年的1月4號2.4.0發布 那所以在下一個月 有一個開發者呢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為什麼系統管理者該升級到Linux核心2.4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底下呢 有些說明 先來看周邊的周邊的資源好了 就是各式各樣的周邊 那這個周邊呢就非常多了 比方說像USB 你今天可能很難想像 就是一個USB裝置 像這樣的一個USB裝置 對吧 就是一個線 然後這個 這邊 這邊接一個手機啦 或者接一個裝置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呢 在20年前 其實它不是那麼容易的使用 其實有很多 那時候 那時候 如果你已經在使用Linux的朋友 都很清楚吧 就是很多裝置都不支援 就是插上去呢 好像怎麼 有電 但是它不會作用 或者說看起來有作用 但是過一段時間 它就不會動 來阻止這種問題 那這個USB 當然在這之後呢 有非常大的成長 但是呢 在2.4的時候呢 其實它剛建立一些框架 這框架就是說 我要怎麼去支援不同的裝置 所以包含說那時候的USB的網路卡 USB的攝影機 就是USB的Camera 還有USB的Storge 這些逐步去支援 然後再次2打 這就是 遠紅外線的這個傳輸 以及呢 在frame buffer 這frame buffer 如果對embedded比較熟的朋友 就知道就是說 有很多裝置 包含說你的 你我每天用的手機 那其實它顯示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本質上 它就是一個frame buffer 所以你就想說 我今天會有這個硬體的顯示卡啦 或是一些GPU 那總之呢 我會佔據一個 我需要一個 會需要一個顯示裝置 對吧 那這個顯示裝置呢 我要怎麼去控制它 以前呢很麻煩 但是呢 有frame buffer出來之後 就很單純了 你從頭到尾就是去讀寫 一個 連續的記憶體位置 然後呢 你去讀寫這個連續記憶體位置呢 你甚至可以搭配Map Map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去像是操作這個 用7元的指標去操作這個array 去操作記憶體 這樣就可以操作那個畫面 那當然你還可以做一些必要的控制啊 比方說去旋轉啊 或者是去裁切 那這個在2001年的這個2.4 kernel 帶來非常重要的議題啊 所以方說你今天可能有聽過這個一個 一個開發工具叫什麼 叫Qt 那Qt呢 也是在那個時代 就是在2.4的這個時代呢 就是有相關的這個資源 所以它有當時有一個產品叫做Qt Embedded 顧名思義就是說 它在什麼呢 它就是Qt 在Embed Linux上 透過FrameBuffer去 帶來這個好的這個使用者互動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樣的一個互動 或者像這樣的一個 九宮格 這樣的一個準 feature phone 的機制 那後來也發展多了 不是只是用在手機啊 用在數位電視啊 還有一些這種行動上網裝置 都廣泛使用的 這就是FrameBuffer device 所以注意到這個很重要 那除了之以外呢 Video for Linux Video for Linux呢 它就非常廣泛了 比方說像我們現在這個講座在進行 對吧 講座進行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畫面 對吧 你有沒有聽到我的聲音 那這個東西呢 就需要怎麼了 就需要 不是只有硬體而已 你需要一個框架 好 這個框架呢 簡單來說呢 你要去處理不同的什麼 不同的解析度 不同的cal-space 你可能知道就是說 會有YUV啦 會有RGB啦 不同cal-space 然後還要考慮到buffer 對吧 就是Linus kernel跟硬體打交道 那所以我會把大量的影像 傳遞到user-space 不過這樣子的話 聽起來沒有效率對不對 就是你每次製造傳遞的時候 在那種 kernel-space 傳遞到user-space 對吧 如果呢我們有一個框架 這框架是可以讓kernel跟user呢 是共享同一個 同一個共享的這個機體空間 然後呢 又可以去保 應用程式呢可以安全存取 不會說因為應用程式存取kernel不好呢 導致什麼 導致kernel crash 所以這個video for Linux呢 它就是在2.4呢 獲得一個巨大的一個突破 那它就是在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專案呢 你可能有聽過叫做linus tv linus tv呢是什麼呢 它顧名思義呢 就是把linus用在電視裝置上 那這邊講的電視呢 跟你家裡用的那個什麼 Google tv啦 Android tv啦 有一點不同 不是有一點不同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當時linus tv 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包含說 我們剛剛講的各式各樣的影像擷取卡啦 還有一些類比訊號 要怎麼傳遞 要怎麼處理 所以注意到linus tv這個project呢 它很大 它設計範圍很大 它不是只是讓你看到畫面而已 然後像剛剛講的 我現在類比訊號該怎麼處理 然後所以什麼an也好啦 fn的這種訊號呢 我該怎麼處理 所以注意到這個video for Linux 其實當時呢 做了很多這種這部分的議題 不過這個類比訊號呢 在今天來講 它已經不是那麼重要的 它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它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而且從2012年開始呢 有非常多地方呢 陸續把這個類比訊號關掉 幫助說我們在台灣 台灣的這個 很多類比訊號也陸續關掉 除了這裡外呢 在204Know呢 還支援很多高速存取的裝置 比方說AGP 所以這個 這個一直到今天都還存在吧 就是AGP 所以呢 比方說你要去存取一些 像一些影像的處理的啊 或是GPU 那你無可避免 就要用到這種高速裝置 再來是有個東西叫DRI DRI叫什麼呢 叫做Direct Rendering Infrastructure 那這個東西呢 對於這個硬體的2D 或是3D的加速 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這個Direct Rendering Infrastructure 那最早呢 是由SGI這家公司所貢獻的 好那SGI貢獻到整個Linus社群之後呢 這個Linus的這個圖形處理 或者非常巨大的一個突破 有一個專業叫MESA 正式說法叫做MESA 3D MESA 3D搭配DRI之後呢 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這個 非常多的突破 我們大概可以看一下 我以前有一系列演講 不過這個當時很多資料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就知道哪邊能整理的資料 好 我們去思考一個議題 就是說 在最初呢 我們用的這個X-Windows 就是X-Windows System 其實是沒有 對這些2D、3D加速是沒有概念的 那 畢竟X-Windows是一個很古老的東西 1984年到今天為止 還是廣泛的在Linus的作用 跟特定的環境上去使用 那當然我們可以選擇 用最簡單的就是Frame Buffer 就我們剛才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像Qt Embedded Qt Embedded 就是直接去驅動 Frame Buffer Device Driver 所以我就直接用M-map 用M-map的方式去讀寫資料 可是我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原本就是有X-Windows的程式 我該怎麼去使用硬體的加速 像我剛才提到Frame Buffer這條路 就是直接去驅動什麼 驅動那些Device Driver 所以我就直接去驅動硬體 那硬體可以做顯示的 硬體如果可以做旋轉 然後就發揮它的作用 可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DRI 所以注意到我們這邊硬體 它會有什麼機制呢 它可能會有一些特定的加速機制 舉例來說它可以支援 比方說去貼圖的加速 或者是說我在畫面中 有一些3D的路徑 是可以加速的 透過硬體去加速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比較複雜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整個畫面的繪製 我們就不會直接去進行 所以你看到說在這邊來講 可能會有遇到這個 Indirect Rendering 所以簡單來說 我可能要把3D的先把它變成2D的 2D的再之後再把它貼出去 或者說這些繪圖的操作 我不會直接跟進它畫面 但是我會通知到這些相關的硬體 所以隱約可以發現 在這項資料的處理 其實它會涉及到各式各樣的buffer 各式各樣的緩衝區 各式各樣的像是一個狀態的維護 那本身大概就是一個很大的狀態機 那DRI的出現 讓Linus的桌面能夠邁向專業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20多年前 就有很多物美價廉的繪圖顯示卡 然後NVIDIA 也在NVIDIA跟ATI的競爭也白熱化 在20幾年前其實有非常多 繪圖的晶片開發商 包括台灣的系統科技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供應者 但是在20年前這些競爭白熱化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相關的材料 就講這些變革 那Linus核心在過程中受益非常多 所以它就是打造一個效率夠好 而且是完整開放原始碼的一個框架 然後我們再繼續看 就是2.4還有什麼呢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的周邊的資源 它絕對不是只是寫裝置去用程式而已 不然說上面分枉 尤其在台灣我們常常都會誤解 就是說這個寫裝置去用程式就是查Data序 不是啊 就是查Data序 那是在你的框架已經有的情境下 注意到我們現在很多新的裝置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繼續講 就是說高速的網路卡 很低的延遲的資料傳輸 這些東西其實它不是只是去閱讀Data序而已 不是那麼單純 其實你還要怎麼設計一個框架 就儘可能比方說能不能做到自由Copy 比如說我從Kernel到UserSpace UserSpace到Kernel 之前有很多大量資料複製 我要怎麼去避免 甚至最好的地方是可以做到複製零次 所以最快放的就是不複製 但是問題是 我又不能隨便把Kernel的空間接漏給UserSpace 有一些保護的議題 不是說有一些硬體的限制 所以這個是在整個LinksKernel發展很美妙的地方 除了這以外 有很多UserSpace的工具 比方說像CUPS CUPS CUPS這個套件最早是Apple的工程師發起 維護了一個專 不過最近CUPS的維護者離開Apple 不過這些成果還是被廣泛使用 所以CUPS它是可以在MacOS 可以在FunUnits的系統 包括說Linux BSD可以廣泛的去使用 那這個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它就可以讓一台電腦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printed server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Linux不是只是當個個人電腦的普通應用 也不是只是當個桌面 但是可以在辦公室自動化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了這以外 各式各樣的Sigasi 我們知道就是在二十幾年前 Sigasi的需求 越來越迫切 就是這種高速的出雲裝置 像Sigasi的硬碟 或者這個需求 然後再來是各式各樣的網路裝置 比方說SDN 那在2.4Know也開始支援這個RAID 我們等一下會來細講這個RAID 那簡單就是說 我要怎麼確保資料的儲存 它可能有多個副本 那個多個副本就會涉及到狀態不一致 或是會要考慮到一個容錯 比方說一份資料會給兩台機器去做儲存 那我查詢可能查詢其中一台 那會不會查詢到舊的資料 或是查詢完 或是寫回去 它會導致資料不一致 那這個就是RAID在花很多時間去處理 所以注意到RAID有不同的等級 好 那這個2.4Know也支援RAID 更多的這個RAID的資源 好 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各式各樣的網路裝置 那這個大家生活在台灣就很悠感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公司 其實都有做過網路卡 舉例來說前面講到Sig 系統 就是Sigs 系統科技 然後在我們台灣的台灣之光 就是REALTECH REAL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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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瑞翼半導體 這個就是做螃蟹卡 那除了這以外還有什麼呢 Wayson Wayson也有做過網路卡 那它自己也有自己的網路卡 不過這個網路卡的這個產品線已經 已經 已經 不是主流產品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說 在台灣呢 有很多那種物美價廉的網路卡裝置 好 那這個也是Ninskern 在過程中呢 有非常多的資源 那過程中呢 其實有好幾個台灣人 在2.4其實已經是貢獻者 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都網路很多元 除了以太網路以外 還有幫人說什麼ATN啊 FDDI啊 這種諸如此類的這種 有興趣去查一下 然後幫人說 那個時候呢 20年前的1394 5Y 那 當時算是高速的 是叫重數啦 然後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MTD MTD呢 它非常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 你可能知道有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快閃記憶體 快閃記憶體呢 這種裝置呢 有點特別 所以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裝置呢 其實它用得非常廣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從 要怎麼講呢 要從這個RAN跟RAN的差別 Double EPRON 這些東西在說別 那這個東西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就是那種MOSFET 然後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用電壓的變化 去決定呢 不只是通路跟斷路 這是半導體嘛對不對 半導體本來就可以通路跟斷路嘛對不對 你會有Source級 還有GENG 對不對 應該還記得那個 在這個電子電路跟數位邏輯的一些基本觀念 好 然後呢 在Flash來講的話呢 可以分成這個 NodeFlash NodeFlash 甚至包含說 像後來有一些公司 像Sensor 發展一下OneName這種 很多變形 好 那原則上呢 就是把上面這些 電晶體 做特定的排列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很有意思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是 這些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 它可能有不同的容量 好 比方說NodeFlash一般來說 比較小的 那容量比較小 然後NodeFlash一般來說 它可能容量比較大 但是呢 容量小 有容量小的好處 比方說它可以 可以 它可以 可以很快去啟動 那反過來說 NodeFlash它存在空間比較大 但是它的存取 它需要比較多的 操作在這裡面 好 那這些東西呢 都對消費性電子產品 所以注意到 在2001年Linux Kernel 2.44出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 還沒有Smartphone這個詞 但是呢 有很多像PDA 個人行動助理 這樣的一個詞會出現 那如果呢 你讓PDA可以透過電信網路上網 它就變Smartphone 所以注意到 雖然這個Smartphone 相對是比較後面才發展的一個 的名詞 但是其實它相關的概念在 21世紀初其實有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相關的儲存機制 其實是怎樣 其實Linux 已經有支援了 那Linux支援這些 NodeFlash也好 那它統稱叫做MTD Memory Technology Device 那這個東西呢 是在Linux邁向成熟 非常重要的環節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MTD這些裝置 一開始它都綁在特定的廠商裡面 你知道像Samsung 或是像Intel 其實他們都有大量的相關專利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Linux Kernel 2.4以後 像剛剛提到Samsung 和Intel這些公司 它陸續也投入工程師 全職投入 去貢獻這些裝置 然後讓Ninux Kernel 可以廣泛的被 在去使用這些裝置 所以這個讓很多消費性電子產品 過得大量的財納 那除了以外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還有一些像什麼 i2o這種這種裝置 像什麼HDN 有興趣可以查一下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 2.4核心 它其實呢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革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周邊的資源 就是硬體周邊的資源 那其實你在後面還會注意到 像一些排程 排程那些機制的那個變革 那從1996年的6月9號 釋出Linux 2.0之後呢 那當時Linux Kernel的發展模式 這樣就是說 注意到2.0這個0 它是什麼 它是偶數 2.2這個2 也是偶數 所以呢 在之前呢 會有個策略叫什麼 就是偶數的 表示什麼 穩定的版本 那你沒看到 為什麼不列出2.1 因為2.1呢 是什麼 2.1呢 是表示開發中的版本 所以比方說呢 2.2是怎麼來的 就從2.1來的 2.1就很多新的特徵 那但是呢 只要是2.0 2.2 還有2.4 都是表示穩定版本 那反過來說呢 2.1 還有2.3 都表示什麼 開發中的版本 好 然後呢 2.4.0呢 就像剛剛提到 是在2001年的1月4號去提出的 所以注意到它原始程式碼的規模 在20年前的2.4.0的時候呢 已經有多少萬行的呢 已經有300萬行的這個規模了 然後 到2.6.0的時候呢 這個程式碼規模已經提出了 提升到將近 將近 600萬行 然後 2.6呢 是非常穩定的版本 穩定到呢 後來怎樣 其實不存在2.7 我們剛剛提到2.1也好 2.3也好 它是開發中的版本 但是呢 後來Linus 12直接宣布什麼 從2.6.4.0直接跳到3.0 所以2.6最後一個版本是到什麼 是2.6.39 那之後就直接跳到什麼 跳到3.0 然後3.0下一個就4.0 那4.0再下一個大版本這邊5.0 我們現在使用的穩定版本就是什麼 Linus核心5.6 然後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Linus kernel呢 差點走向這種為需求而升級 什麼叫為需求而升級 其實要知道就是說 即使呢 Microsoft Windows Microsoft Windows呢 它其實是一個很優雅的設計 那我們在現在陸續可以看到很多 這個陸續可以看到Microsoft把一些技術呢 Open source出來 像最近發生的事情 像那個什麼 GDA Basic GDA Basic就是那個早期Microsoft的 就Microsoft這家公司第一個產品 叫Microsoft Basic 那Microsoft Basic這個產品在什麼 在各種電腦 它有一個簡化的版本 叫做GDA Basic GDA Basic GDA Basic GDA Basic這個程式滿有 很有意思啊 你可以找到那個比爾蓋茲 跟他的合伙人 Paul Allen的名字 GDA Basic 除了這裡外呢 你可以看到說 Microsoft其實在早期 他其實是秉持著 Micro Kernel的設計 就是說呢 作業系統本身只做最最關鍵的操作 那其他的操作呢 比方說檔案系統啊 圖形系統啊 都放在什麼 User Space 可是呢很快呢 Microsoft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比方說圖形的效能很差 比方說檔案系統的效能很差 所以怎麼辦呢 就陸續呢 就把 把一些很慢的東西搬到Kernel裡面去 所以後來Windows NT 我們知道Windows NT怎麼來 NT呢 那時候對Microsoft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品 它全名叫New Technology 就像 它字面上意思 它是一個新技術 那Windows NT 它鎖定的加強題是誰呢 不是Linus 因為Linus 在Windows NT發展的時候 還不成期 還沒出生 就是Windows NT大概是1987年底開始發展的 然後那個Linus Kernel是1991年才有的 那Windows NT呢 就像一開始講的 它其實它是一個 一開始是很純粹的設計 就是 它是一個Micro-Kernel的設計 但是呢 很快呢 Microsoft就發現 圖形處理效能太差了 所以後來怎麼辦 知道把圖形處理搬到 做一些核心內部 那檔案系統呢 也發現很差 怎麼辦呢 就搬到核心裡面去 然後呢 再來什麼 再來是TCPIP 反正效能很差 就是搬進去了 所以後來呢 Windows NT的Kernel多大呢 超過21MB 有沒有聽說 是Mega 21MB 那我們還可以叫做Micro-Kernel 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那 當然這個是一個 在實作上的一個取捨 也不能說是對錯 因為畢竟Windows NT 可以這樣子提出一個產品 那這還是在 在這個業界還是普遍 大家還是可以尊重的 畢竟Windows NT最後成功的 打敗了這個Unis的家族 那但是在這個Windows NT的時候呢 它其實呢 有一些很 這些前面講的一些很糟糕的一些觀念 其實呢 也會讓那個Linus 核心的開發者 遇到一些很大的障礙 所以比方舉例來說呢 在2.4的Kernel呢 有一個東西叫K-HTTP-D D就表示Demon Demon就是一個背景程式 注意到這個是勞梗 就是D表示Demon 這個東西什麼時候出現呢 這是在1960代 在那個CTSS 就是人類世界上第一個 廣泛承認的分辭多工作業系統 就是CTSS 它其實就有這個用法 就是把D表示Demon 那所以呢 K-HTTP-D就是什麼 就是運作在Kernel內部的什麼 Web Server 那當時呢 注意到2.4的時代呢 那時候Linus的效能不好啊 但是Linus又被廣泛的 被網路公司所使用 哪些公司用Linus呢 隨便講幾個人就知道 Yahoo Google 對不對 那當然注意到 那個時候Facebook還沒有發展 所以那個還不值得講 但是光Google跟Yahoo 你就有影響了對不對 所以光Google跟Yahoo 他們用Linus 它其實就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他們可以用相對 運算能力相對比較低的 物美價廉的硬體 然後搭配Linus 那所以呢Linus呢 為了網路效能呢 發展一個K-HTTP 那這個有一個什麼隱約的問題呢 你想一件事 如果這個Web Server 它的遇到 記憶體的操作錯誤 比方說那個None pointer 這樣的錯誤的記憶體操作啦 或者說呢 它裡面就是存在某些BUG 導致說可能有個烏熊虧圈 就一直實行下去 所以你會導致說呢 資源可能就這樣被消耗掉了 而且呢 這件事尷尬的地方是 它是在Kernel內部去消耗資源 它不是在User Program 如果User Program消耗太多資源 我還可以用其他的程式 或者在Kernel 把那個消耗資源的程式 剔除掉 可是如果是在Kernel內部就不行了 對不對 因為它就直接控制硬體 所以呢 Web Server實作在Linux Kernel 它看起來好像很有好處 比方說它的效能有機會做得比較好 但是呢 很快 人們就發現說這樣的話 維護的成本非常高 而且呢 當時很多開發者呢 都鑽進這個牛角尖 什麼樣的牛角尖 就是 什麼東西效能不好 就是塞進Kernel 對不對 就像Windows NT這樣做的事情 但是呢 注意到呢 從2.6Kernel以後呢 核心發展呢 就找到新的方向 就沒有必要去做這種事情 那當然 有些東西還是值得做在Linux Kernel內部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的 圖形處理的加速器 還是需要做在Linux Kernel內部 但是 圖形處理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 圖形處理的大部分 還是在User Space可以完成 Kernel可以做完那個 必要的加速跟一些Buffer的處理 就是 它就是擬定的策略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講這個2.6Kernel 它就是一個整體思維的 所以它就開始去改善 比方說它的排程演算法 就從O1的Schedule 那我們在Linux核心設計 有一個項目 就在講什麼 講這個排程 那你可以去做參考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在Linux Kernel 2.6呢 提供了Sprice 跟T這樣的一個系統呼叫 那所以呢 這讓這個 實作在Kernel內部的 HD Web Server 它的效率 其實沒有 不會有說很顯著的差異 那當然實作在Kernel內部 還是有很多好處 就是說如果你的那個需求是很單純的 比方說你的需求是Prosse 我說你只是要去顯示一個很靜態的網頁 我想大家如果用過Facebook跟GitHub 很密切的用 你會發現說有時候Facebook會故障對不對 有時候GitHub會出現一個蜘蛛小的 那他們很可能就是一個靜態的Web Server 所以注意到呢 2.4呢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它不僅是21世紀 一開始的就是第一年 21世紀第一年釋出的2.4 它不只是這個世紀的第一個release 更重要的地方是它是一個乘先起後的作用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講的SMP 就是在這個講稿裡面 這邊就對應到這個講稿 講到哪裡呢 講到這個2.4 然後接著我們要講到這個SMP 其實SMP它的資源其實相對比較早 其實在2.0時代就有了 但是它的資源效率不好 那這是我們要講到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這樣就是1997年大家都知道Titanic 那Titanic號呢 他的這個視覺動畫是誰做的呢 是這個Digital Domain 那Digital Domain呢 這家公司呢 他就是跟卡麥隆 我們都知道卡麥隆是那個神奇的導演 這個神 他的 他創下就是很多這個電影史上的第一個 比方說呢 他在上個世紀末Titanic號獲得空前成功 所以他是第一部呢 票房呢 達到10億美元 這是大關的這個電影 然後呢 全球票 票房達到18億 然後呢 這個 最賣座的電影呢 一直到他自己演的下一部電影 就是阿凡達 阿凡達呢 他才什麼 他才打破自己的紀錄 然後Digital Domain這家公司呢 他做很多賣座的電影 阿凡達13號 天鵬丁的第五體元素 那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卡麥隆呢 導演呢 把這個視覺特交交給這個Digital Domain公司的時候呢 當時呢 工程團隊面臨空前未有的這個挑戰 我們要知道那個年代 然後你看到電影是什麼 電影是1997年 對吧 那可是呢 有一個 還記得嗎 這個是那個 誰演啊 就是那個Jack跟Ross 對 那個皮卡丘在演 然後呢 這個 皮卡丘跟誰 跟凱特溫斯類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 所以注意到呢 1997年 那時候電腦 回想一下 那時候你要用什麼電腦 對不對 1997年可能還用很普通的Panet 你的電腦呢 注意到 那時候電腦的時脈很低的喔 可能是Panet 166 對不對 你可能就覺得很快了 所以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當時呢 即便是工作站 比方說Alpha工作站 其他的預算能力呢 也沒有比我們 也沒有強到哪裡去喔 其實 只是比當時的電腦再好 那沒有說好非常多 跟我們今天的效能比起來 真的是差多了 那可是呢 畢竟我要考慮到預算 鐵達尼號的製作呢 它其實是很困難的喔 你們可以看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這難度在哪裡呢 在鐵達尼號拍攝的時候呢 這個劇組人員呢 是真的去建一艘船 可是呢 因為 預算的關係呢 它這個船呢 是建一半的船 來 來看一下喔 這個東西很有趣 來看看喔 你看到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是 這艘船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 其實呢 它船呢 只建了一半 所以注意到 它的船 只蓋一半 然後呢 另外一半是怎麼弄的 就是 它是鏡像 就是從這把他 把他什麼 把他還引出來的 所以你想呢 我船都蓋一半 然後呢 而且呢 很多基礎設施沒有了 所以包含說你看到什麼煙囪啊 包含說人啊 還有包含說這些動畫 都是什麼 都是電腦算出來的 所以呢 那個皮卡丘呢 跟凱特溫斯的 那邊 傑克跟洛斯那邊 那邊抱來抱去對不對 其實怎樣 它是在 相對 簡陋的一個 簡陋的劇組 簡陋環線上去拍出來的 所以當時呢 是怎樣呢 是Digital Domain這家公司呢 買了160台 alpha工作站 那時候 數一數二好的 這個工作站電腦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買了160台工作站之後呢 這個Digital Domain這家公司 選擇在其中的1055電腦 安裝Red Hat Linux 然後呢 這個很有趣 不只是 預算考量 更酷的考量是什麼 因為當時Linus 就已經很活躍發展 注意到時間點 1997年 好 那所以呢 他們就在Linus 2.2 這樣的一個基礎上呢 就是什麼 去發展這些機制 後來呢 在夢工廠 或者說 相關的這些 動畫公司 其實都已經這樣 已經廣泛用Linus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夢工廠 夢工廠呢 它其實也是Linus 一個重度使用者 所以很多這個動畫公司呢 它就開始 紛紛採用Linus 那這邊有一個訪談 不是訪談 就是一篇 一篇那個 就是 Digital Domain這家公司的 來看一下這個 做什麼 它是Digital Domain的 軟體工程師 他就跟他說 這個什麼 這個鐵達0號呢 怎麼怎麼怎麼去拍攝的啦 然後呢 這個當時 他們為什麼沒有使用Linus 在Linus上呢 又發揮什麼樣的好處啦 為什麼不用這個Windows NT 或者是這個 原本Digital自己 就有一套運命式系統 為什麼不用 然後在那個時候 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說 Linus在這個鐵達0號呢 其實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當然這件也使得Red Hat 它的那個 Red Hat的價值 就是水漲很高 然後這個動畫特效公司也開心嘛 對 有更好的選擇 好 那所以注意到了 在那個時候 所以你看到 什麼時候 在1997年 就是 1997年呢 其實Linus就可以在什麼 在Alpha Alpha的架構可以運作 而且呢 可以在多核 最當然Alpha有很多 處理器 這是多核處理器 但是注意到 即便呢 在Alpha 它是一個什麼 它顯然是SMP的架構 對吧 但是呢 它其實存在 效率問題 其中有很重要的效率 就是 big kernel lock big kernel lock 在這個底下有提到 big kernel lock 2.0 講這個SMP 這個 big kernel lock 這個縮寫可以叫做 BKL 然後呢 這個big kernel lock 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呢 它這個 為什麼我們稱之下 big kernel lock 因為一旦 這個Lock觸發的時候 就是說 我一旦這個Lock發生的時候 那 其實呢 只有一個CPU Core 可以允許去執行程式 所以就算你的CPU Core 有再多 一旦你遇到什麼 遇到big kernel 那你整個 你整個KL就被鎖住了 然後呢 直到你什麼 直到你去Unlock kernel為止 好 所以為什麼它稱為叫big kernel 那但是為什麼有這樣的機制呢 為什麼這個機制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因為 在多處理器的架構下 其實很多問題 沒辦法排除 所以那時候Linus kernel的開發者 就為了便利 就實作的這個機制 就是Lock kernel 所以說限制 不管有多少個CPU Core 反正我就 只有目前 只有這一個CPU Core 可以繼續執行程式吧 其他怎樣 全部都停下來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Linus kernel 在1996年 1996年釋出了2.0支援SMP了 注意到時間點 1996年 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的Big kernel在1996年提出值的時候 要過了15年才真正被拿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Linus kernel有長達15年的時間 它是被承受很多非裔 這個非裔來自什麼呢 很多時候是來自什麼 這是效能問題 好 那注意到 這個是 這僅僅是SMP的效能的其中一環 但是它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我們繼續 那在剛才 進行的過程中 有一個朋友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 如何享受 如何享受 這個 閱讀 Github 不知道這個享受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的解讀是說 可能覺得 研究Github上的專很有趣吧 應該是這個 好 就是說呢 第一個要怎麼找到有興趣的專 其實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要跟我嘗試回答 就是 在寫程式的時候 通常會設定一個目標 比如說 比方說我最近在做一個專案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比方說 我最近在做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可以讓 程式的移植會比較順利 我們知道在Intel架構下 跟On的架構 雖然你可以搭配 搭配C語言 或者搭配Java 這樣的一個程式語言 你可以做到 相對容易的去跨平台 但是往往的會有一些 限制 那其中一個限制就是說 就是 有很多程式 它已經針對Intel的指定 指定 去做的最佳化 所以比方說 你可能聽過一個東西叫SSE 那SSE是Intel的這個 針對多媒體 它就是一種SIM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所以簡單來說 它可以針對一些多媒體 針對一些圖形處理 去做最佳化 所以它也是一個硬體的指令 然後在On架構 也有這樣的東西 所以注意到 在Intel架構 我們稱它叫SSE 更進階的叫AVX 但是在On的話叫Nian 所以我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原本的很多程式 它已經針對SSE 做最佳化了 那我現在有一些 需求 是在On的處理器上面運作 我舉例來說 哪些東西需要在On的處理器上面做 比方說在手機 對吧 手機呢 就是On的處理器 然後呢 再來是 我們也有使用On的Server On的Server 它的應用比較特別一點 晚點 如果時間允許我再講 簡單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需求 就是在On的手機 On的裝置 On的伺服器上 執行程式碼 可是這個程式碼 很可能已經透過SSE 去做最佳化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準備一個東西叫SSE 可以去做轉換 然後呢 我們來給它看一下 稍微瞄一下程式碼 這個其實很多時候興趣呢 一開始會有動機啦 然後呢 但是其實我覺得 開放原始碼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合作 所以注意到這個專案呢 其實我不是一開始的創始人 對不對 一開始已經有開發者了 像這個創始人 他就是在 之前在NVIDIA工作 後來不知道他去哪裡 所以底下也可以看到 然後他跟他的同事們 開啟了這個專案 然後呢 這個專案呢 在 呃 就沉疾了大概 一 沉疾了大概兩年 然後後來我就決定 繼續維護這個專案 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 底下是我的同事 然後就一起來維護這個專案 那維護這個專案的時候很好玩 就是陸續遇到不同的人 比方說像這一位 那這位開發者呢 他其實 他的名字看起來很奇怪 但是你可以稍微找一下他的名字 他還蠻有名的 他就是 在一些 呃 crypto的 反正他 他做了很多那種 一系列這種 呃 的專 不管是那種hash 然後高效率hash 然後另外一位就是這個 亞馬遜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呢 很多時候興趣是怎麼來 其實你需要一個方式去支持你的興趣 所以白天有一份工作 可以讓你 呃 一時無缺 可以讓你不用 呃 每天 活在恐懼中 這很好 所以你白天工作可以 呃 支持你的生活 所以你生活過得好 你可以開始開發 呃 AWS的網站上面 其實這就是支持這個 支持這個 怎麼講 就支持 興趣的一個一個一個關鍵 好 所以比方說你看 這個顯然對吧 這顯然是AWS 對不對 就是你看 就是那個AWS 好 那所以呢可以看到說呢 這個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這是發生在經典事情 這個 這個 你知道AWS 它有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就是用 on的處理器 表白用 on的處理器 它有這個 這個處理器呢 就放在 在這個 它是 on 所以呢它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它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它就跟我們合作 那但是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很酷的地方是 它直接說 如果說你要在on上面去 執行程式 請你用這個專 不就是我們合作過的專了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 興趣的支持 是很關鍵的 當然就是要有人用 對吧 有人用 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是閱讀程式碼 閱讀程式碼 我覺得如果單純只是閱讀 比較沒意思 所以其實你就能夠去改 當然我覺得 很多時候呢 人本的問題是說 可能也不是沒有讀程式碼 是讀得太 太雷同 那其實你可以試著去 接觸不同的東西 舉例來說 像我的這個 這學期在成大開的這個Linus核心設計 課程 那我們在課程裡面呢 我們就把很多這種 很多開放原始碼專去做濃縮 所以我就做這樣一個嘗試 舉例來說呢 我最近花了一點時間去看那個Facebook 至於我們在Linus核心設計 講座這個 我們會講到蠻多Facebook 跟Google的技術 當然也是有私心的 就是除了這兩 當然這兩家公司 對Linus Kernel 都做了一定程度的貢獻 再來一個私心就是說 我已經有好幾個學生 我在台大在成大教的學生呢 已經有好幾個學生到Google工作 大概有六個吧 六個七個到Google工作 當然很不幸的地方是 還沒有遇過再去Facebook工作的 所以我希望這些其實 就是多花一點力氣去探討一些Facebook的技術 看有沒有學生可以到Facebook工作 然後呢 比方說像我就覺得說 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 就是多樣的東西 比方說在Facebook有個東西叫Folding Folding裡面它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所以你去閱讀這種程式碼 它程式碼可能不多 也是大概幾千行 不算非常多 但是它裡面有很多很巧妙的設計 比方說要怎麼去做小自竄的最佳化 你可以看到說像這個測驗體 你可以看到在底下有講到說 要怎麼去運用 針對這種空間不同的 甚至還可以做到CopyOnline CopyOnline CopyOnline不是只有Folk的時候 CopyOnline 自竄處理也可以有CopyOnline 這個東西簡單來說 它帶來的效益是很顯著的 注意到為什麼Facebook要花那麼大的力氣 最主要用到它的師傅計算 因為只要有一個instance 可以節省記憶體 因為instance都上萬個 所以它就可以節省很可觀的記憶體 所以你看 如果你有辦法去閱讀這樣的程式碼 對你的啟發是更大的 但你在工作的場合 常常會遇到說 你就是看到一些程式碼 尤其有些前輩的程式碼 也不知道怎麼評價起 你認真評價 因為那個前輩原肯就是你現在的主管 很想要罵了他 可是他寫那層垃圾 不是垃圾 就是很醜的程式碼 會讓你做這種痛苦 所以其實你無可避免就遇到這種事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可以來看一下優雅程式碼 看一下這種 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試著去修改 所以你看我們底下的這個測驗體 連這張都是選擇體 那你幹嘛 讓你可以改改看 然後你可以做這個線上測驗 那這邊有表單 你可以看完 然後試著去做的 好 那我們再繼續 好 我們剛才提到呢 這個Big Comlock 從1996引入之後呢 事實上過了15年 才徹底的清除掉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這個在Linux Kernel裡面的衝擊有多大 那而且呢 注意到呢 一直到2.6.6的時候呢 還存在超過500個 Big Comlock 好 那我們要去思考 為什麼Linux Kernel會遇到這種事 因為我們知道Linux Kernel是一個 非常多開發者合作的專案 所以比方說呢 在之前為什麼不能輕易去除掉 比方說某個檔案系統 它在SMP的環境下 執行會失敗 所以就只能加了Big Comlock 或者說某一個網路裝置 某一個TCPIP的Stack 某一種 或者某一些 這些內部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Linux Kernel的開發其實 很長時間是陷入這種低潮 就是說很多關鍵問題呢 就不知道怎麼解決 那就只能加上這種Lag Kernel 這樣的東西去處理 如果呢 你去潮一些關鍵字很好玩 就是這個什麼 workaround 我們都知道就是 workaround呢 這東西呢 是什麼呢 它其實 要翻譯成中文比較不好翻 它就是一個 一個 可能是取巧 那也可能是一個 它就是繞路去解決問題 它沒有真正去解決問題 它就繞了路 避開問題 但是呢 會不會這次避開了 下次避不開了 會不會 或者說這次繞過這個問題 可能會引發新聞 有沒有可能 有 因為你沒有去正視真正的問題 所以這是workaround 你看喔 你在Google搜尋裡面 發現很驚人 你去Google搜尋呢 你發現什麼 這個 100多萬筆資料呢 跟你講什麼 100多萬筆資料 就是顯示Linux Kernel workaround 它有一大堆workaround 而且到今天為止都有workaround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在Linux Kernel裡面 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曾經有這樣的問題 你說這個問題 最後怎麼處理 其實這件事呢 這跟Kernel開發者的型態有關 在Linux Kernel開發的前10年 包含我在內這種 我那時候還是學生 就是在Kernel開發的前10年 我還是個學生 所以就有 應該蠻多人就像我一樣 只是憑著興趣去做一點城市碼的貢獻 那Linux Kernel一直到1997年都還待在學校 所以你看他在1991年的時候 跟大家預告說他要發佈一個Kernel 那他終於在1991年的時候發佈 然後他一直到1997年都還待在什麼 待在赫爾辛基大學 所以他很長的時間從他大學部 然後到他研究所 甚至還在學校當助教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可能很投入 但他不是全職的 但是在Linux Kernel第二個10年 就是從2001年開始 我們剛才提到 有很多公司他就有全職的開發者 比方說Intel、IBM 甚至巴掌說Microsoft Microsoft也變成Linux Kernel的貢獻者 你看南強的單位已經發生了 他已經既成事實 他不是新聞 所以你跟他說 越來越多開發者 他是全職投入 所以比方說 像Big Kernel的儀儲 這個就要講到強者我前同事 其實這個 因為他很難是一個業餘興趣做出來的 他必須要是全職的 所以這是強者我前同事 Honor 他是在哪裡工作的 他是在Linaro裡面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Big Kernel的儀儲 其實你可以看到裡面CC的人 或者AC的人 像在Ellen Cox 那時候在Intel工作 那底下呢 像這個Andre Morton 他是在Linux基金會工作 然後反正主持人 你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都是大名甸甸的人 那有時候他們會用自己的形象 但是你可以查 這些人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公司 全職讓他做Kernel開發的 因為這件事太難了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是在Linux Kernel 早年被人家詬病的原因 就是說 第一個十年 其實很多都是業餘興趣 或者像Linux Kernel Linux Twax這樣子 一頭熱這樣摘進去的 但是從第二個十年開始 越來越多全職開發 一直到今天為止的話 Linux Kernel 大約九成的開發者 都是全職的 所以你看到什麼那些什麼 因為愛 因為他的興趣投入人 那都不到一成 那個人很少的 那可能大概只有百分之四而已 就是不確定的 那個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四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因為現在Kernel開發難度也是很高 所以在我設定這個Linux核心設計的 這門課的時候 其實我掙扎蠻久的 因為這跟我最初接觸Linux Kernel是不一樣 我在1997年研究Kernel 過沒多久我就可以做貢獻 大概是過一年我就可以做貢獻 不是因為我聰明 因為那時候Linux Kernel才剛起來 有很多是百費待舉 就像剛才講的 可能台灣之光對不對 就是Veotech 系統 輝聖 這出了網路卡 那沒有摘尾就很開心的 因為那時候看到沒有摘尾 路見不平 拿Page來填 買一張網卡 然後不會動的 就把它改到好 大概花一兩個禮拜 那你會好奇說 那你買的網卡不能上網 那怎麼辦 可以用別人的網卡 可以重開寄到Windows 這個不用我教你吧 所以你看 你花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把網路卡驅動寫好 拿寫好之後貢獻回去 所以前十年有很多是像我這樣的 學生的開發者是這樣做的 但現在不一樣的 現在東西難度很高 所以我們現在講究的是分工 雖然我在目標設定的時候 也是蠻困難的 我在2020年我開第二次的 核心設計 但我還是在抓這個節奏 因為現在是高度分工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想的地方是 不是從第一行程式碼開始閱讀起 不是 因為現在是一個高度分工 所以你要搞清楚說 我們在高度分工的時候 我們要去想 有什麼是我們可以著力的 有什麼是很基礎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搞懂 那搞懂這些基礎之後 我往上怎麼延伸 比方說有人對圖形處理 特別有興趣的 對網路特別有興趣的 或者說我們知道 Kernel在朝南的地方走 要說Kernel一直在改善Stability 那我們是不是在Stability可以去矚目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規劃 不然說這一次的講座 也希望帶來這種議題 好 然後如果你對這個 Big Kernel Lock 還有它同步拉多核處理器 Spinlock 有興趣的話 請你去參與我們之前的 Linus核心設計講座 講這個同步處理 講多核處理器 還有Spinlock 好 除了Big Kernel Lock 以外 其實Stability 它不是單一議題 然後再重新思考一下 什麼叫Stability 就是當我投入越多的硬體資源 我整體的效能 我整體的吞吐量 可以隨之有線性的增長 如果你可以達到線性增長 你會稱為這個東西叫什麼 Skability好 那否則它就不好 注意到 有在特定的情況下 如果你投入更多硬體 你有可能不會變快 有可能會變慢 所以注意這件事會發生的 這個在Skability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講過了 而且Skability的提升 一直到今天為止 都還在發展 舉例來說 在Linus核心5.5 有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 就是說它有個什麼 它有個No Balancing 就是說它在排層系 在不同的Core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我們會有很多Physical Core 就是它實體的每個核 最重要我們把Core 把翻譯成什麼 核 我們把Kernel翻譯成核心 也避免搞措置 所以我們在很多不同的Physical Core 上面其實可以分配不同的任務 那分配任務的責任是誰 就是Schedule 那如果我們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 特定的場合 去針對這個 針對這個任務的分配 去做一些調整 也就是說你畫面中看到這個No Balancing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改善的 好這邊來講話 舉例來說 在Arc Server Arc64 它的硬體架構叫Arc64 注意到 第二 那不念Arch 你要念Arc Arc 因為這個是Architecture的縮寫 要念Arc 所以這個Arc64 就是Arc64的架構 那它的指定體呢 它的指定體又稱為 可以叫做Arc64 好 那在Arc64上面呢 這邊就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效能分析 就是說呢 效能分析來講的話呢 它可能會從 1%的提升 也可能到12%的提升 然後呢 很有趣的話 在特定的Benchmark呢 上次可以帶來33%的項目提升 這個東西呢 很值得注意哈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什麼 這是5.5 很值得一個注意的一個 一個機制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可以看到說呢 在這個過程中呢 Skabit一直到今天呢 它都是什麼 都是很值得注意的議題 所以同樣 我們學習Kerno 就要學習這個東西吧 知道哪個東西是怎麼 是從過去到現在 開發者都很重要的 然後最好的地方是 可以動手改 所以像我的Kerno 我的Kerno 其實不會看太多程式碼 就是相對Kerno的規模來講 不會看那麼多程式碼 因為我覺得看程式碼 是上個10年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Kerno開發了前10年 你可以閱讀程式碼 盲目閱讀是OK的 像我以前 因為那時候程式碼才幾十萬行 那現在是千萬行 懂我意思嗎 不是一千萬行 是兩千八百萬行 再講一次 我以前在閱讀Kerno的時候 那時候Kerno才幾十萬行 那不是三十萬行 這種規模的嗎 一個是三十萬 一個是兩千八百萬 你知道那個差別的 那閱讀程式碼難度 它不是說閱讀三十行 跟閱讀三百行 跟閱讀三萬行 它不是只差一個百倍千倍 那個差的可能是 嚇死人的規模 比方說三十行的規模 你想看三十行大概 對人家講會難到什麼地步 不會多難嘛 三十幾行程式碼 頂多就是地毀很難 地毀程式碼很神奇 用三十行內寫完 對不對 然後B-wise的運算 那些位移來位於去 然後it's acoustic over 對不對 然後再來什麼東西難 就是可能用到某些組合員 讓你覺得很困擾 但是它只有三十幾行 所以大概也不可能用到多難的東西 還是可以找得到 或是自己慢慢修改給 可以拼湊 或是你笨一點 都把它print了出來 對不對 把那些紙都print了出來 但是如果說今天三萬行 你看到程式碼 有沒有被編輯到 你都不曉得 或是說他被編輯到了 他可能沒有被link到 或是有被link到 也沒有被執行到 就算被執行到 你也不知道他執行的第一次 第二次之後有沒有再執行 對不對 你搞不清楚 所以你在分析三十行跟三萬行 完全不同的思維 當然Linus Connell這種 兩千八百萬行的 那是完完全不同的思維 然後再來在這個議程裡面 也談到虛擬化 那談到虛擬化呢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議題 有個東西忘記講 一定要補回來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 Big Connell的時候 少講個東西 就是講到這個什麼 講到fine grain跟cost grain fine grain是一個 就是fine grain有一個反 反譯詞叫做 也不是反譯詞 就是一個相對詞 叫做cost 哪裡呢 找一下石頭 這個 這個 就是左邊我們稱為 cost grain 就是講它的 刻點粗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花崗岩 對不對 這個花崗岩 玄武岩 就是它的石頭 可能就很大 然後在右邊來講 它是從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顆粒就很細 然後 所以注意到 這兩個詞 它很難翻譯成中文 就是你要看它情境 像那個 在中國 你知道中國的翻譯比較 比較直白一點 比較 比較帥性一點 就是 反正什麼詞都是用一樣的 對不對 比方說render 就把它翻譯成 渲染 你要知道一件事 資料庫也可以用render 對不對 沒聽過嗎 自己過搜尋 Database Render Database是可以Render的 那你 如果你傻傻的 自己看 PostgreSQL 對不對 它可以Render PostgreSQL Database On Render 那如果你傻傻的 渲染數據 從數據庫渲染數據 就是搞P 對不對 這個Render 要怎麼翻譯呢 在這個情境 要翻譯成顯示 不是翻譯成渲染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對岸的那個 直白的翻譯 就很糟糕對不對 還有什麼Rubust 不知道怎麼翻譯 把它翻譯成賭棒 乳冰花好棒棒 天啊 拜託做一個有文化的人 好 那回來看那個CostgreSQL 在CostgreSQL 它其實就講到顆粒的粗 然後呢 翻譯個人講的是細 那所以注意到這件事呢 跟語役有關 所以注意到 所以在這個 如果我們講Lock CostgreSQL的Lock 是講什麼呢 就是說呢 我Lock的持有的時間 相對是可以很長的 而且呢 很可能這個持有時間 還可以往後延 那所以呢 比方說你遇到那個 問題很難解的時候 比方說BIG坑Lock 它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CostgreSQL 反正我遇到同步問題的時候 我就把什麼 假設我今天這個 檔案系統 在做同步的時候呢 同步的時候呢 我就怎樣 我就乾脆就Lock 只有目前這個CPU 可以繼續做 其他都不准跑 那這個就是CostgreSQL 那翻譯個人Lock 那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持有Lock的時間是很短的 就像這個顆粒一樣 我持有釋放 持有釋放 持有釋放 所以這個 翻譯個人Lock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不會因為一個Lock 持有 然後讓其他資源 身邊要背霸在那裡 去持有資源 但是它的缺點是很明顯的 它缺點就是 資源管理整個變重 就是說你寫程式要 就很難寫對不對 就是你要儘可能 及早去把它釋放掉 但是呢 有沒有可能我釋放之後呢 我再也拿不到資料 有沒有可能有 所以呢 注意到呢 Ninus Kernel呢 在一開始的發展 像Big Kernel Big Kernel Lock 它就是很很經典的 Close Green Lock 但是呢 在現在 現在的Kernel發展 就像剛剛提到 有很多權責開發的圖 讓Ninus Kernel 可以邁向 翻譯個人Lock 當然它的難度就變高 所以你的城市開發素養 也被要求的很高 好 然後 接著 我們終於可以來繼續講虛擬話 虛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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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呢 再比下一點 好 虛擬話 好 那這個 注意到呢 在虛擬話來講的話呢 Folston 剛剛講過呢 全世界 全歐洲全世界最大的開放原始 自由軟體的研討位 其實有好幾個議程 就要講KVN 講ZEN 你可以交叉對照 用Google說明找一下 Folston 他很多很值得今天錄影 而且裡面很多開發者 他就是第一線開發 各位一定要盡肯去看第一線開發 不要看太多第二手 像我這樣也是第二手開發的 就是說 我現在已經很少開發 定時刻 好必須承認 我已經 心有 心有於立位 就是立位代 那所以呢 就是 所以 像我這樣的一個第二手資料 你就是當作一個入門 但是你真正要去看的第一手 那我們在這個講座裡面呢 也會大量去引用第一手的材料 就是說 欸 你們好奇 我怎麼知道哪一些第一手 而且我引出來的 有很多的第一手 我告訴你 然後在Folston上面呢 就有很多這個虛擬話 虛擬話相關的演講 那是很值得去關注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是 這個是我在2012年 2012年 這個 那時候 中央研究院 陳森偉博士 就是之前過世的那個 陳森偉博士 他邀請我去中央研講 那我就 講了這個主題 那這個 我在中央研講呢 他有一個前因 就是 我那時候幫一些公司 幫說 臉發科在內的公司 去在做手機裡面的 手持裝置 移動裝置的虛擬話 那個時候還不能講 所以我那時候 很理會的講一些事情 不過現在終於可以講 就是 那時候就是幫 聯發科技還有一些 相關的公司 做部門的基礎建設 所以我在這邊來講話呢 就告訴各位說 這個裝置 裝置的虛擬話 特別是 所以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 對 我對 按個特別感情 然後因為 這就做了很多年 可以說我這個世紀 花很多時間在做 按的處理器 架構開發 系統的開發 然後 所以在這邊來講 會告訴你 裝置虛擬話 針對按 還有針對說 為什麼這個產品 都需要這個虛擬話 其實這個虛擬話 已經是很普及的 它不是什麼神奇的東西 但是最主要的時間點 就是 陳勝偉博士在2012年 邀請我演講 但是相關的開發 是在十幾年前 我們就開始在進行 我第一次投入在虛擬話 大概是在2006年 針對一個工業控制的 一個產品去開發 後來剛好發現 手機也用得到 然後 我們先來看伺服器的虛擬話 伺服器的虛擬話 其實很有趣 就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 伺服器它的運作 很有趣的地方是說 你伺服器就是要服務別人 以前孫文先生講的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所以伺服器就是要服務別人 可是服務別人 它是有成本的 開機是要時間的 然後 要消耗電 會產生熱 散熱 然後 再來是硬體裝作會壞掉 可是 麻煩的地方是 我不會時日課都在忙 伺服器很多時候 大部分時候忙的都不忙 大部分不會忙 就像學生考試一樣 大概就只有某幾個時間點會比較忙 大部分時間其實都不忙 學生就自己都知道 上班族也差不多 上班族就是 雖然你每天工作都很累 但是你門心自問 你到底一年之內 到底有哪幾天在寫程式 就是產出很高的寫程式 然後行雲流水班寫程式 可能一年之後沒幾天 大概就可能 可能大概五六週啊 那種心雲流水班寫程式 大部分時候就是 對 要跟客戶啊 跟有的沒的人在那邊錄 所以注意到 這個SERVER也是一樣 所以SERVER如果可以引入虛擬化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想介紹 就是我平常的時候 假設我今天服務的人是1000人 我需不需要打開100台電腦 也許是不需要的 雖然我需要服務1000人 或是上萬人 但是我可能只需要開個10台 20台機器 等到這些需求真的變成真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1000人也好 1萬人也好 它可能只是一個額度 平常根本沒那麼多人在連 所以我平常沒那麼多人連的時候 我就打開虛擬機器就好 那真正有需求的時候 我就幹嘛 再把真正的機器打開 然後再把虛擬機器移轉出去 所以注意到 我們講SERVERVirtualization 就是伺服器的虛擬化 很多時候伴隨著Live Migration 就是說我今天原本是運作在一個環境中的虛擬機器 但是流量真的來的時候 我叫Migrate 或是說 那有反過來例子 就是說我現在很忙了 但是過一段時間不忙了 過一段時間不忙的時候我幹嘛 我可以把這個機器 從很忙碌的移到不忙的機器上 然後也可以把忙的即將要關閉的實體機器 上面的虛擬機器移短到另外一台機器上 那你就可以做更好的資源的處理 所以這個是伺服器的虛擬化 來做的 Embedded虛擬化 像這個手機的這種 他在處理的事情就很有意思了 然後他想要去做對資源的控管 什麼資源控管 我們舉例來說 還有這個安全 還有這個可信賴度這種東西 這聽起來很虛幻 我們來講個例子 有一個是真實發生的例子 比方說這個 舉例來說你看 這是OpenColonelab 在200... 20... 是哪一年啊 我想不想 2010年他們那時候就提出這樣的一個框架 然後這個東西是這樣就是說 因為企業會配置手機給這個什麼 給他們一些職員 給那些工程師啊 給那些業務員 然後這個手機裡面 如果要連到公司 是不是要全程被監控對吧 這是很基本的事情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的手機裡面 時時刻都被公司監控 你用得下去嗎 你不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所以他做法是這樣 他其實在一支手機裡面安裝兩個Android 所以注意到你的手機裡面安裝兩個Android 一個是連到公司網路的 所以連上公司網路 這個Android是全程會被監控 對不對 不合理吧 但是另外一個是你自己的 比方說你可以安裝Facebook 你可以安裝Mine 這是你自己私有的 而且你一旦離開公司的時候 這個Android系統 裡面的資料你可以把它匯出 這是完全合法的 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要離開這個公司 就是你要離職的時候 原本公司那一套的流程 資料流向都可以被追蹤 所以如果你有偷偷備份 或者偷偷洩漏資料 公司都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虛擬化的應用 當然還有一個其他應用 比方說我們不能講聯發客 因為這個會洩漏公司經歷 我們講一下聯發客的競爭對手 比方說展訊 展訊在2011年有一個專頁 這個專頁就這樣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手機 就是高通、聯發客 都在朝高階市場前進 但是在低階的市場 中低階的市場 它成長是非常快的 像東非、東歐 曾經有一段時間 它的手機成長率是百至三百 狂吧 你可以去查一下東非、東歐 成長很快 莫山比克那邊 還有那個奈吉利亞 那個成長量都是非常非常大 不好找 但是你要換 你看看就知道 一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展訊就發現 其實這個東西中低階 中低階的市場大又可為 可是它原本的架構是這樣 就是說它原本會有一個 它是這個1加1的架構 也就是說它會有一個處理器 直行Linus 另外一個處理器 是執行Modern 所以它原本是1加1的設計 但是因為你念得到 就是這個量大 量大之後很多東西就make sense 就是省錢的方法就make sense 所以現在想 原本是1加1 有沒有可能衝到 就用一個處理器 一個處理器 就是把什麼 把人機介面裡面 M&I 把那些什麼上網 基本上網的那些工具 還有跟3G的那些什麼 CDMA 然後GSN GPS U1TS 這些東西都整合在同一個CV Core 這個在展訊2011年就做出來 所以這個虛擬化大概各位就比較清楚 就是說知道它的那個應用 那注意到呢 在ARM裡面有一個技術叫做Big Little 這很好記啊 該大的不大 有沒有 該大的不大 該小的不小 那Big就變小寫了 Little就變大寫了 那Big Little 那Big Little 那Big Little呢 內部也有什麼 也有虛擬化 所以你可以參考這一個通片 然後還有一些 底下有些錄影講解 底下有個 錄影說明 好 那接著我們來要探討的東西呢 是來講那個虛擬化 這東西怎麼做出來 那注意到呢 在這一份簡報的在製作的過程中呢 其實我涵蓋的東西比較多 就是從那個 從這種完整的虛擬化 還有半虛擬化 還有這個Hardware Assistant 去來質詢 但是注意到呢 在今天你只要管最後一個就好 所以你只要管最後一個就行了 就是有硬體去協助的那個虛擬化 這個通片比較隆長 因為其實有很多議題要探討 但是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你很多東西就不用特別去關注了 好 然後我們還注意到呢 今天講這個 去打造一個Hypervisor 一個虛擬化的管理器的話呢 要管理 要思考三個 第一個是CPU的虛擬化 再來是記憶體的虛擬化 還有裝置IO的虛擬化 所以就是CPU、Memore、Device、IO 就三個層面去看 第一個呢 CPU的虛擬化 就是開始會有什麼 會有這個Intel、AMD、ARM這些公司呢 還有不然說Risk-Fi Risk-Fi也有什麼 對應的這個虛擬化的指令集 去加速這個CPU virtualization 當然是Memore virtualization呢 它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這個難度在哪裡 因為你要想 就是我在一台電腦上面 我不是只執行一個作業系統 我可能會執行什麼 好幾套作業系統 所以應該講一件事 就是 以這邊來講 我執行兩套作業系統 對不對 那兩套作業系統呢 會有各自對應的虛擬機器 對吧 那各自對應的虛擬機器上 它可能有什麼 它會有提供的一個處理器 兩個處理器 一個、兩個 對不對 所以就是左邊兩個、右邊兩個 然後呢 所以那個CPU的虛擬化呢 就是創造這個什麼 左邊兩個、右邊兩個 這樣的一個虛擬化 但是呢 你的機體還是要這個處理 對不對 所以原本你是virtual memory 對應到physical memory 這時候就尷尬 你不能直接把virtual memory 對應到virtual memory 不行 你需要一個中間的 我們叫IPA intermediate physical memory 所以注意到 你本來是virtual memory 轉換到physical memory 那我就變成virtual memory 轉換到IPA intermediate physical memory Virtual memory Virtual memory 然後再轉換到Virtual memory 然後除了這裡外呢 一個在linus kernel最有趣的東西 叫做Device跟IO virtualization 那你應該有聽過一個東西呢 或者 現在跟你講 叫VirtIO VirtIO 是linus kernel 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 而且這個VirtIO呢 它不只是在linus kernel 事實上在VMware 在Microsoft的hyper-V 也變成標準 你看這個東西好玩 就是hyper-V 我們知道hyper-V是誰開發的 Microsoft 然後這個hyper-V呢 也值得去談 就是曾經在2009年的時候 Microsoft被控訴 侵犯了GPL 為什麼侵犯GPL 因為 Microsoft在hyper-V裡面呢 使用了一段 改寫自linus kernel的程式碼 但是沒有照著GPL去釋出 所以後來引起很大的風波 那最後怎麼解決呢 最後是linus Microsoft 就從善如流 把hyper-V一部分的程式碼 用GPL釋出來 然後呢 這些開發者呢 就意味著 意識到一些很重要的考量 就是說 像 IBM Intel Red Hat Microsoft VMware 就這些公司 這些公司呢 就意識到 其實呢 有很多地方應該是合作的 所以注意到呢 VirtIO 它變成什麼 變成是打偷 剛才講過 就是從KVN VMware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hyper-V 這些 它變成一個共用的基礎建設 在linus kernel變成一個共用的基礎建設 那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它可以讓我們做什麼事情 比方說這件事好玩啊 你看喔 你用那個VMware 你用那個Virtual Bus 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我可以開兩個Virtual Machine 而且呢 它可以兩個什麼 兩個畫面 對不對 你想想這件事很難的 因為 執行在這個Virtual Bus裡面的Windows也好 執行在Virtual Bus裡面的Linus也好 它其實不知道外界 對吧 它不知道它疊在誰的資上 它不知道它就是 它從頭就是 它認為它是 電腦的組合 對吧 可是呢 我今天可以這樣子疊合 畫面可以疊合 那更酷的地方是什麼 包含GPU 我也可以去切割 我也可以去切割 這支援 所以你會知道 GPU Virtualization 是在linus kernel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那這些都是在Device 和Io Virtualization 要特別要注意的 然後呢 注意到呢 這方面的實作呢 有非常多 而且它的存在歷史 講出來可能會嚇到你 就是 像這個 有個東西 MK Linux MK Linux 跟Apple 對不要懷疑 就是那個Apple Apple 對 Apple呢 其實在 忘記哪一年 1996年 1996年 其實很早期 就投入在Linus上 不問你沒有懷疑 怕你不相信自己看 你看 MK Linux 他叫做 Michael kernel Linux 帥啦 然後這個東西在 1996年釋出 所以 實際上投入 可能更早一點 那所以注意到 就是說 在那個 Steagall回去Apple之前 其實Apple做了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設立非常多技術 發展說Linus 而且呢 Apple 這家公司 也是Linus kernel的 早期的貢獻者 難想像對不對 真的是法神的 好 然後注意到 MK Linux 他本質上 也是一種 虛擬化技術的展現 怎麼說呢 因為他底層是 Mark Michael kernel 他上層是Linus 所以Linus 他就是被什麼 虛擬化 我們稱為 半虛擬化的 執行在Mark Michael kernel之上 帥吧 你們覺得做一些很好玩 對不對 你們覺得歷史有趣嗎 對不對 好 再去看 所以注意到 這個手法其實很多 但是後來 半虛擬化這個技術 比較 比較沒那麼火紅了 因為 現在硬體都有 對應了這個 硬體加速的指令 就是這個 Hardware Assisted Virtualization 這個就像剛剛講到 要解決那個IPA 這個 Intermediate Digital Address 好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技術 這邊值得一提 其實我們台灣 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 其實還算早 世界上第一個 開放原始碼的 暗的虛擬化的基礎建設 其實是我們台灣的青大發展 這個這個 就是 後來哥倫比亞大家也發展 但是其實 在2009年 2009年 我們台灣的青大就四出了 這是其實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突破 不過你們說 那後來發生什麼事 後來就不了了之難 你懂的嗎 就這樣 對 但是其實 也不是要給大家 什麼雞湯文 但是就是 其實 我們台灣人認真做 是可以做不錯的 我們台灣最大問題是不持久 而且政治關係做不好 那其實那時候 台灣的清華大學 跟哥倫比亞大學 差不多是同個時間發展 暗的虛擬化 而且台灣的清華大學的 錄文比較早發展 那時候哥倫比亞的實作 是比較差的 以效率來講是比較差的 所以那時候 清華大學的教授 其實是 信心滿滿 我們一定發表一個世界級的論文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哥倫比亞大學 他們就 給你對照一下 效能的差別 清華大學的論文 在清華大學的實作 在2009年的時候 在ARM的硬體上 像BeagleBone BeagleBone 這樣的一個硬體上 大概是 一分鐘內 可以啟動Linux 所以效能還算不錯 就一分鐘 把Linux啟動 然後進入到User Space 然後哥倫比亞大學的實作 大概要超過六分鐘 才能夠把Linux啟動起來 有一些嚴重問題 所以你看到一個是一分鐘 一個是六分鐘 差太多了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台灣清華大學 對這方面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哥倫比亞大學 知道他自己有一些短促 他去找Linaro 你也知道Linaro是 是按了生態權的一個重要的推手 所以哥倫比亞大學 直接跟Linux啟動說 我們現在做的東西 我們想要對社群 開放去存取 那時候清華大學 因為有一些委託案 還有一些考量點 所以還不能把source code open出來 但是還是很前瞻的去進行 我為什麼知道那件事呢 因為台灣的聯發科 也跟清華大學有些關係 我不能講太多 你大概知道在幹嘛 總之就是說 因為一些合約跟一些策略的考量 所以那時候 清華大學覺得自己是相對前瞻的 的確是前瞻的 但是Linaro跟哥倫比亞大學合作 那總之就是 雖然哥倫比亞大學的實作是很差的 就是至少啟動比較慢 但是呢 他比較早正式釋出原始程式 而且呢 跟主流開發者合作 那當然現在就不一樣 現在就是KVM 那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要跟Linaro去主導 那這個也是在台灣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說 雖然我們可以做出一些有特色 但是就是 你知道不持久 這台灣人通病 注意到就是說 在這個虛擬化 其實有很多個不同的實作 像Zen 然後OKFOR Open Kernel Labs 那後來他賣給全世界第四大的軍火商 General Dynamics 然後後來 德國的德雷斯頓大學 他們有L4 Linus L4是Micro Kernel 所以就是在Micro Kernel上面運作的Linus 就跟前面講的MPLinus是相似的 然後還有KVM KVM是Linus內建的hypervisor 然後還有XVisor XVisor也是我本人有投入開發的 那最後一項是Code Zero 那Code Zero我也是早期的開發者 後來這個東西賣給NVIDIA 然後那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所以這邊講到虛擬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虛擬化 你大概知道它的一個作用 那接著我們來看它的那個要考慮的點 考慮的點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東西叫VNM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VNM 那VNM的話就像什麼 像Zen 這樣子是一個VNM 然後這個VNM它就直接跟硬體打交道 所以就這樣 它是管理虛擬機器的特殊程式 那這上面就要去創造Virtual CPU Virtual MNU 還有像中段那些處理 要怎麼 要分配給不同的處理器 對吧 然後呢 在這上面的這個硬體 在上面 在上面的這個什麼 Gast Always 就是這邊 這邊底下叫Host 那上面叫Gast 然後呢 這個 驅動程式比較複雜 因為硬體只有一個 對不對 比方說你螢幕就只有一個 你的網路卡呢 可能就是一個 對吧 那我今天要讓那麼多的網 Gast Always 可以上網 所以我該怎麼辦呢 所以事實上呢 它有個很重要的設計是這樣 就是說呢 我的VNM 比方說以Zen來講 我的VNM在這裡 然後呢 我要先寫好一個Domain Zero 就是我要把那個網路的 裝置驅動型寫好 我要把圖型 GPU的 或是一些檔案系統的東西 我要先寫好 寫在這邊 就是Domain Zero 所以我VNM 像Zen 啟動的時候呢 這些基本的裝置驅動程式就會 就會怎樣 驅動 然後呢 Gast Always上 這邊Gast Always 我們稱為叫Domain U Domain U 它上面就會有一個特製的 特製的裝置驅動程式 我們稱為叫Front End Driver 那這邊呢 Domain Zero上面叫Back End Driver 所以注意到 Front End跟Back End 不是只有寫Web的人 才有Front End Back End 拜託啊 你知道 活在台灣太久 就會看上去比較窄 對不對 比方說這個Soft Job 就說 我要怎麼成為前端工程師 去開發Linus Kernel啊 對不對 這就是前端呢 前端Driver 後端Driver 對不對 而且資料庫也有分前端後端 Compiler有分前端後端 宅男也有前端跟後端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 前端跟後端 要看你的情境對不對 你要講清楚嘛 你要說這個講的是什麼 這講的是Zen 的Front End Driver 跟Back End Driver 所以你大概知道的 就是說 每個Gast Always上 它會執行一個Front End Driver 那Front End Driver呢 會跟 運作在Domain Zero上的Back End Driver 溝通 好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一個問題 在Linus Kernel的整合上呢 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無論是Domain Zero 還是Domain U 的Divine Driver 其實在Linus Kernel的整合 它沒有做得很好 就是說 它可能會過期啊 就是 沒有辦法跟上最新的發展 Linus Kernel沒有收入到最新的 好 然後呢 那Zen呢 雖然它是起步比較早的 它是在劍橋大學 就是英國劍橋大學發展的 然後很早期就跟Microsoft合作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明星技術 在這個 在這個講稿裡面有講到 就是說底下有講到這個Zen 其實它在2005年 是很成功的 然後 也引領很多標準 那 像那個AWS 對標 就那個AWS AWS呢 它的EC2 我們來看一下EC2是什麼產品 EC2的E是什麼 其實叫 ELASTIC 這個 ELASTIC 那ELASTIC是 EC2就叫做這個 ELASTIC COMPUTE CLOUD 所以那個C有兩個嘛 所以那就寫2 那ELASTIC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那種 像那個彈簧一樣 可伸縮延展的 或者像那種橡膠對不對 很有彈性 這樣子 就是那種伸展 ELASTIC 所以注意到 亞馬遜 它的AWS裡面 一開始用的技術 就是用什麼 就是用Zen 但是從2017年第四季開始 AWS宣布改用KVM 然後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說 在這個 在Google Google Google 在2011年啟動 那個Google Cloud 的時候呢 一開始就使用那個KVM 好 那AWS是因為那個歷史因素 就是 AWS是 早期的那個什麼 早期那個 Zen的貢獻者 好 那接著 等一下我們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KVM的生態 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KVM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KVM的生態 講KVM的生態之前呢 我們要提到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 就是創立於2005年的 就是Kornets 那這個Kornets 這個 這家公司呢 是一個以色列的新創公司 就是 以色列真的是 太有趣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以色列的神話 我講的是那個猶太神話 然後他幫助猶太的一些原則 但是不得不承認呢 這個以色列真的是很厲害 我們知道就是說呢 世界上幾個很大的這個科技公司呢 其實不約有同在以色列都有研發中心 然後說呢 Intel家族裡面呢 Stanley Bridge Ivy Bridge 其實都是在以色列研發 那Intel呢 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殘能 其實都在以色列 而且很酷的地方是 好幾次這個什麼 自殺攻擊啊 那些什麼以壓衝突啊 這種這種 就是你知道那個那個 中東的軍火庫 那其實呢 距離這個以色列呢 海法 那個其實不會太遠 就是Intel這個研發中心 不會太遠 IBM呢 也有很早呢 就在以色列就龐大研發中心喔 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以色列人才 就真的優秀 好然後呢 而且這些人才呢 其實他們都很清楚 就是很多觀點 就是你會發現說 在以色列會遇到那種 很有趣的就是 一個人又懂 電腦科學 又懂生化 然後甚至還做過軍 軍火武器 就是他很多這種 那比比方說呢 這個 剛剛提到這個 這是 Coronet 那Coronet裡面呢 他們 他們當時在2005年創立的時候呢 最主要的產品 是做這個 桌面的虛擬化 就是他們那時候設想 就是說 在一個 提供一個伺服器 這個伺服器呢 上面可以執行好多個Windows Dinos 對不對 然後可以用遠端桌面 去存取這個資源 然後可以做這些資源的控管 還有幫助說這個 一些這個軟體授權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調整 好 然後呢 他們在過程中呢 就開發一個東西叫KVN 那KVN 全名叫Kernobus Virtual Machine 就像這個全名 你可以大概可以知道 他跟Zen很不同的地方 Zen呢 它發展的是跟Ninx是平行的 也就是說 90代的時候呢 建橋 英國建橋大學就發展這個 一個虛擬化建設 叫做 就是它一個Virtual Machine Monitor 叫做Zen 那可是呢 在KVN呢 它其實是怎樣 它是直接整合到Linus客棟內部的 所以剛剛我們跟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Zen很不同 就是 Zen它自己就是一套作業系統的 所以在這上面執行Linus 可是呢 KVN不是這樣的 KVN是直接做在Linus客棟裡面 所以它的程式碼大約只有 一開始的程式碼大約只有2萬 這個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程式 那因為這個東西呢 夠簡單 然後呢 很快就獲得什麼 獲得這個採納 所以你可以像說 很快的在270年 就收入到這個Linus客棟的2.6.20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講一下這個硬體的虛擬化 其實很早的這個 IBM那個年代 就是很早期的 就是1967年 第一代的硬體虛擬化就發展了 那為什麼早期呢 這個作業系統 你要知道1967年的時候 作業系統還沒有 還在發展階段 你知道 UNIS什麼時候發展了 1969年 所以呢 我們今天用了很多作業系統的 這個老祖宗 比方說UNIS作業系統的 是從1969才開始發展 可是呢 1967年就有虛擬化建設 所以你有時候覺得很奇怪 就是 你會覺得虛擬化好像是一個作業系統的擴充 但是呢 很顯然 作業系統 跟虛擬化 發展的那個 時間點是相似的 為什麼這個需求呢 這倒很簡單 你看喔 如果 你的電腦只有一台 那我要上面去debug 作業系統的時候 你該怎麼去debug 所以你就需要一個什麼 在舊版作業系統上面執行 新版作業系統 你才有辦法debug 因為只有一台電腦可以執行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活在今天是很幸福的啊 你看我在 我在這個講座的時候 我展示我的手機 對吧 其實我旁邊還有一台電腦 對不對 你看我旁邊還有一台電腦 對不對 就看一下我現在這個直播的狀況 然後 我上面還有一台電腦 我懶得拿 所以你看 我旁邊還有一台電腦 所以關我這間書房 注意到 我關我這間書房 我就把手機算進去 我有幾台電腦呢 123 4 5 我關我的書房 就有5台電腦了 帥吧 對不對 但是在那個年代不是 在1960年代 這些電腦呢 還是很貴的東西 所以虛擬化 在當時呢 就有這個迫切需求 為什麼 因為開發作業系統就需要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但是那時候就有基本的隔離 比方說在這個上面 你知道IBM做很多生意 是跟那種軍事的 或者說跟那種銀行的 他就需要說我執行的時候呢 每個執行環境 比方說報稅的系統 跟那個銀行之間可以是獨立的 好 但是呢 對於英特爾來說 對AMD來說 他們的虛擬化一直到這個世紀 才真正支援 所以注意到呢 雖然1967年 IBM就有第一代的硬體訊化技術 但是呢 真正 我們今天講廣為使用的 Intel AMD 還有AMD的訊化技術 都是在這個世紀才有的 那 所以他的挑戰是什麼 要向下相容 過去的這些指令級 但是在這個 向下相容的過程中呢 要加入硬體的訊化 所以他就是一個挑戰 那你看喔 在Linux Kernel裡面呢 S86的相關的這個程式碼 S390是IBM自己的架構 但是如果說Intel架構呢 要支援虛擬化呢 其實他的程式碼 是比IBM自己的S390架構多了 就是大概是7倍 那這個 又是POWER PC POWER PC也是IBM的那個 的那個經典大作 所以你看到 POWER PC要支援虛擬化還比較單純 那Intel架構呢 又是AMD架構的虛擬化又是4倍 所以你看喔 這東西很有趣的地方是 就是要向下相容過去的行為 又要能夠讓各式各樣 過去在Intel 在AMD上面 能夠執行的虛擬化 可以執行 好 那總之呢 KVN 用了什麼 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讓Linus Search 接受KVN的設計方案 所以在這一份演講裡面呢 他就講到說為什麼 為什麼KVN 最終獲得一個成功 為什麼成功呢 他甚至說他是一個什麼 Gain Changer 就是Gain Changer在西方的話來之外 他是一個禮語 他是整個扭轉情勢的人 我們要知道就是Zen 他開發的是很早的 而且他在很早期就有Microsoft Research的支持 所以他其實是很成熟技術 而且發生說AWS AWS早期呢 其實也是用什麼 也是用Zen的技術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AWS的CTO 那曾經有好幾場演講 而且Zen自己的那個投影片 也常常拿AWS當例子 這個標題叫Zen Direction 注意到年份 2009年 裡面就會講到誰 就會講到AWS 但是在2006年之後 所以他就是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最主要因為KVN他是從無到尾去開發 而且他開發的方向 完完全跟Linus Kernel是一致的 反過來說Zen很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他很多技術都是成熟的 但是就是KVN KVN是從無到尾去寫的 然後Zen是已經開發了很長一致 在上個世紀末已經開發了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說 對Linus Kernel的開發者來講 因為KVN所用的技術都是現有的 Linus Kernel開發者熟悉的技術 那Zen相對來講 是那些KVN開發者不熟悉的技術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看到這邊有個詞 就講到什麼 這個詞就是跟安德的意思相近 但是更強烈的詞 就是說 在Zen來講的話 他是主角 然後Linus Kernel是上面的GastOS 所以一旦我如果要讓Zen有完整的資源的話 我要Zen乘什麼把它改好 然後不然說那些frontend driver backend driver等 都要一口氣把它開發好 然後再讓Linus可以運作 雖然Zen花很大力氣 讓整個效能 讓功能可以很完整 但是很快 KVN獲得大量的公司的投入 像Red Hat Red Hat乾脆買下了 買下KVN的開發公司 用1億700萬美元買下來 買下KVN背後的公司 那後來IBM 後來Google 都投入很多能力在做KVN 那後來像Intel Intel在自己的產品 就是有個東西叫Cloud Hypervisor 它就以KVN為基礎 就是開發一個虛擬化建設 那這個用途 有一個用途就是用在車子上 就是你想一件事 假設你的車子可以自動駕駛 就是自駕車 那自駕車會遇到一個困難問題 就是說假設你自駕車開到一半 然後電腦當機 就是行車電腦當機的 那你會不會突然就停下來 你想高速公路開到一半 突然停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後面不是追撞嗎 這太可怕了對不對 可是你又不能慣性對不對 就慣性說你本能開70 然後繼續開下去 你會撞到前面的對不對 因為剛好轉彎或是閃 等等不及 所以比較好的狀況是什麼呢 你要想辦法去移動到路間 那問題來了 你的電腦已經當機了 要怎麼移動到路間呢 這時候就需要Cloud Hyperweiser 就是你的主要電腦當機了 那我另外一個GasOS就接手 或者我的Hyperweiser就接手 想辦法讓車子可以移動到路間 注意到移動到路間 所需要的自動駕駛的技能是比較低的 我不需要太多的太複雜的運算 而且在那時候我就要告急 就說我在時間點 我要盡可能把當下 為什麼車用電腦會故障 我要盡可能把當下的LOG 趕快取出來 趕快做分析 趕快透過 就是不只是高速駕駛 最主要是高速事後的分析 就是幫助車廠保險 甚至有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角度事故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呈現出去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今天講自動駕駛 也是很需要什麼 很需要虛擬化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DPDK 這個DPDK其實會延續會很 就是在後面很多主題 像是AIO、IOU論 上面其實都會提到 DPDK它叫做Data Plan Development Kit 就是你一開始可能看不太懂 就是這邊講Data Plan是什麼 是通訊的數據 就是我們會有什麼 Data Plan跟Control Plan 好 然後但是DPDK的這些 一眼閉視它是什麼 它是Kernal Bypass Naval Kit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Kernal Bypass Naval Kit 它其實最主要的需求 就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達到低延遲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講網路 我在意思是Scoop 所以要提升Scoop有很多方法 Scoop的中文叫什麼 叫吞吐量 就是我要去提供吞吐量 有幾些手段 然後我可以先把資料Buff起來 那時間到一口氣把它傳出去 所以我就可以創造出 我在一定時間範圍內 可以傳出的資料量是比較大的 可是如果你使用Buffer 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延遲 時間就會增加 所以注意到 我們往往講Low Latency 跟High throughput 往往是什麼 是拉鋸站 在很多領域都是拉鋸站 網路是拉鋸站 在LeoTime也是拉鋸站 反正在很多時候 我們要做到低延遲 就可能會吸收到High throughput 所以往往你沒有一個 只是修改主態 然後能夠兼顧這兩者 所以往往都需要新的手段 才能夠去實作出低延遲 而且在特定的情況下 能夠提高高的速度 然後Kernel Bypassing 就是一個很常見的手段 然後用在科學運算 這個大概可以想像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低延遲資本市場交易 不大寫什麼鬼 這個順便講一下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這樣 就是說有一次 我忘記哪一年 十年前吧 十年前突然收到一封信 這封信就是 我不能跟你講哪一家 就是股票 然後我一直也那麼記錯 就是我以前有收過那個 JP Morgan的信號 那後來反正是記錯了 還有空高高心一場 然後我有之前有收過那個Apple的信件 問我說要不要去Apple工作 然後我就 我就不想當軟體工程師 我說我可不可以來當硬體工程師 不過你懂了 他就拒絕我了 然後有點難過 那後來我就收到剛剛講的 某一家知名的金銅公司 那我就想說奇怪 那找我幹嘛對不對 因為我對金銅都不懂 十年前我對金銅沒有概念 然後後來才發現 哇原來這個在資本市場 所以講 Capital Market 在資本市場 我們其實對網路是很敏感的 然後你可能聽過一個東西叫高頻交易 那簡單來說 在很多商品 什麼期貨 這種商品 那你都會遇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我上面會有程式交易 高頻交易 那其實它的網路延遲要做到超級低 這邊超級低是什麼呢 就是 養你的下單 這個下單差了1ms 就可能會差異很大 所以現代來講 注意到 現代來講的話 它的標準不是1ms 要做到microsecond級的 所以對這種資本市場來講的話 它的網路可能都是訂製的 所以它都會需要什麼 特製的 比如說FPGM 或是訂製的網路 甚至光纖還有微波 都會搭配去使用 那所以 各位大概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上面描述 其實這裡面很刺激 然後 說真的有點後悔 所以應該去那邊工作的 那時候去那邊工作 今天就不用在那邊教書了 教書還沒有錢 好 所以就是說 Kernel Bypassing 它有很重要的應用 就是像剛剛講的 資本市場的交易 高頻交易 層次交易 它的需求很特別 但是它的利潤是超級高的 所以其實這樣的公司 是好幾家的 就是之前被NVIDIA買下來的 然後還有好幾家老闆 就可以教他看一下 其實這樣的需求都是存在的 像是這些Cloud也會有 我都知道就說 像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它的主要的伺服器 其實還超過北美 所以 像我們講話的當下 我們講話的當下 我們使用YouTube服務 我們用Google的服務 其實很多伺服器其實是放在北美 所以我們在台灣 是透過海底電量 太平洋海底電量 連到北美 對吧 然後可是你看 多半的時候 我們不會覺得太低的延遲 對不對 你有沒有感覺說 這個伺服器放在北美的 然後這就是有趣的點 所以你想這個伺服器 要做到多低的延遲呢 你看到這麼低的延遲 你看到Linux的TCP或UDP 它本來就可以達到 6個Microsecond的延遲 然後如果是有Cache的狀況下 可以到0.8的Microsecond 但是現在來講話 我們要的延遲是比這個 這個數字更低的 以資料中心來說的話 要做到14個NeoSecond 14個NeoSecond的延遲 所以你看14個NeoSecond 跟6個Microsecond 那個落差還是很大的 對不對 它差了三個數量級 所以要怎麼讓系統的延遲 低了三個數量級 往往不能用常態的手段 所以它需要繞過作業系統的管理 讓應用程式直接操作 直接寫入網路的什麼 網路介面的這個管通區 甚至直接控制這個網路介面控制器 這個網路介面控制器 我們又稱為叫NIC 通俗說法叫做網路卡 就是我們所謂的 俗稱的高速網卡 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要怎麼去 實作出這個Kernel Bypass 然後我們還考慮到 跟原本的應用程式相容 所以有一種方式 比方說用LD Preload 這個東西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語 我們有講到動態連接器 那就是講到LD Preload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網路卡 它可以直接映射到使用這個模式 然後可以處理風暴的傳遞跟接送 這個東西就很有意思 如果你的硬體又再支援 虛擬網卡介面 虛擬耐心 那就可以直接發送到Virtual Interface 那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說呢 我們在客統做完基本的對應之後 那其實不管上面執行的是Database 執行Web Server 或是執行各式各樣的程式 方式的程式交易 它對這個系統延遲就很低了 它就是幾乎怎樣 幾乎客統都是跳過去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個這個 注意到這個作者很重要 這個你要認真看到 就是剛剛講的第一手資料 那在這個演講裡面 當然我們不會帶大家看 在這個半小時演講 可以各位很多啟發 就是它一樣也是第一手資料 它告訴你一個低延遲的網路裝置 為什麼要發展 它就是這家公司 就是這家公司就發展一個低延遲的網路裝置 那也用在像一些軍事設備 然後還有當然華爾街也少不了 好 那它就跟講說為什麼這個需求 就是它就前面講那個 就剛剛那些話 可以教它聽一下 然後呢 接著呢 這個低延遲到底是怎麼去做出來的 我們要怎麼去 bypass 來思考一下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Cloudflare 它其實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文章 那這篇文章呢 就是講這個 Kernel Bypass 注意到時間點 2050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 Cloudflare 它其實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它在雲端 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供應商 那你有時候在某些服務啦 比方說PTT PTT的那個Web 因為它底下 它其實就是用到這個 Cloudflare 那所以有時候遇到那個 PTT 網站 Web的時候壞掉的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那個 Cloudflare 那個畫面 那 這家公司呢 有很多很優質的技術文件 所以你光是看到 那個blog 那你其實會誇到 蠻多啟發 所以比方說呢 你要怎麼在 每秒呢 可以接到 100萬個 UDP風包 好 然後要怎麼去縮減這個 Round Trip Time Round Trip就是我們從發送 接 就是發送 接收 到對方再傳回來 這樣一個Round Trip 然後呢 這邊來講話呢 就提到說 Cloudflare 他們怎麼達到這個高效呢 就是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說 注意到 這是205年 他們現在的數字比這個好太多了 但就是說呢 要怎麼用到那個 10Gbps 不是byte 注意到 B 就是10Gb 然後bit per second 好 那但是呢 這還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一個數字 因為那他直接跟你講說 柯農根本 原本的柯農做不到這種數字 原本的柯農 其實他的那個 如果都會經過柯農的處理 那個效率太差了 所以 以柯農來講的話呢 每一個core 他其實只能處理什麼 480K 那個 那個 他的那些 packing 所以這個 往往 不是他們要 所以 這邊來講話呢 其實有很多很重要的機制 比方說有一個東西叫 packing and map packing and map 很有趣啊 他就是 他可以做到這個 快速的風暴的 sniffing 他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自由 co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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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來講話呢 有一些文章 請交叉看一下 好 好 那 但是呢 這個東西最主要呢 就是packing and map 最主要呢 其實他是用這個 他其實不是 不是真正的kernel bypass 但是你可以跳 跳過 大量要從kernel 複製到userspace userspace複製完之後 再告訴kernel 他是一個思路 但他顯然不是我們一樣的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 關鍵的這個 液體呢 就是這個dpdk 注意到dpdk 那dpdk呢 他一樣 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kernel bypass 而且他針對對象 是像intel 那最近也有一些on的架構 有被支援 然後他仰賴一個東西 叫uio uio的架構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份 這一份 這部影片 基本上我列出來 都盡可能是列第一手的 就是說 他的開發者是有投入在這邊 就是 這些第一手的訊息 那我做一些補充 好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就是說呢 這個就是大家熟知的這個封包嘛 封包所以會有check上啦 會有payload啦 然後呢 就是 以這邊來講話呢 你可以看說呢 其實CPU內部呢是很快的 對 CPU的memory呢 每秒可以做到6到8個gb 對不對 然後 PCIe呢 他可以每秒可以存的嘛 5key bytes 注意到這不是bit 是bytes 然後呢 存取這個rain的時間啊 存取這個cache的時間都很短對不對 然後今天講那個CPU的context switch 其實也還好 就是大概是一個什麼 一個microsecond很低的一個延遲 就是時間都很低 對不對 可是呢很不細的地方是呢 風包的處理呢很複雜 你看喔 我們的風包呢 來講話呢 他會有應用程式 對吧 這應用程式呢 就會有stocking 這個stocking呢 就交給kernel的 stocking 然後呢 再來是 在kernel內部呢 會有裝置去用程式 那kernel內部呢 也會有roombarber 這roombarber呢 要接受到 剛剛講的nic 再來是什麼 網路 網路卡 就是網路界面控制器 的那些 就是 Transmitter啊 跟Receiver Receiver這個什麼 這是一個中段 所以那個資料呢 一開始會發送到什麼 就是roombarber 然後這個會有這個 抓回去控制它的狀態 然後呢 剛剛那邊是什麼呢 剛剛那邊是說呢 其實呢 大部分時候都是夠快的 比方說user跟kernel 之間的那個處理呢 其實剛才 剛才書記還記得吧 大概一個 microsecond的那個 時間 就是那個什麼 但是呢 底下這一段 就是說 你從底下呢 一路到上面 對不起 那延遲時間就長啦 這延遲時間呢 會包含幾個 有系統庫教的成本 然後再次 你會遇到blocking.io 然後呢 你更麻煩那邊是 會有資料複製 要從kernel複製到userspace userspace複製到kernel 而且你還要包含中段的處理 中段發生的時候 有可能會再遇到中段 就是所謂的nasty 潮狀中段 這些東西都會帶來額外的延遲 所以這邊就幫你做一個計算 就是說它這些系統步驟的時間 然後它的這個buffer 還有那些來自protocol stack 但是處理的時間 所以這個資質很敬人 950個nmsec相當於 相當於microsecond 對不對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它有個機制呢 注意看它的圖 現在這個圖 應用程式 cernel space 跟你的device driver 好 那現在想法是什麼呢 乾脆把這個 把那個nmstack protocol stack 做在什麼 userspace 那linbuffer呢 也在什麼 也在userspace 所以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我一旦透過nmap 透過一些必要的印射之後呢 這個nhi一上來 就直接 直接過來 我就不需要copy資料 copy來 copy去 好 那這邊就很仰賴一個東西 稱為叫uio uio是什麼呢 就是userspaceio 那userspaceio是什麼呢 不是說這個io 全部都在userspace 不是 而是說 kernel給你一些基本的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呢 就是說我儘可能讓你 可以去註冊特定的操作 就是這樣 所以呢 他其實省的時間是這一段 就是從系統呼叫啦 然後他有資料的那個複製 還有必要的一些 一些cache的一些一些處理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這個跟硬體的特性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你們看到sse出來對不對 你們講那個single installation 然後Numa Numa也是很重要 Numa就是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在整個機體的這個 機體的模型 就我們知道 這在多核的處理器來講的話 會有些cpu core是比較近的 有幾個cpu core是比較近的 尤其有些cpu core是比較遠的 它會有distance的表現 那Numa裡面它其實畫 它呈現起來就是Graph 那所以總之呢 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下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要能夠做到超低延遲 其實往往就不能過去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dddk的這樣一個機制 它就可以做這個bypass 然後呢 這邊有概念之後呢 那在後面的東西就很有趣了 就把很多東西都把它塞在一起 好 那 我剛才講到dddk對不對 然後呢 接著講dddk的時候呢 它又講了 講到sdp 很討厭的 就是它在原始演講 所以你一開始聽這個演講的時候 你可能聽不太懂 就是 前面講dddk呢 後面跑出一個sdp 還有 xsk 這到底什麼鬼呢 沒關係 我們幫你說明一下 那我們接著來說明一個東西呢 叫sdp 那sdp呢 現在叫做expressdatapath 那這個東西呢 最主要的作用是什麼呢 再回想一下 我們剛才講那個dpdk的時候呢 我們講的是 我們需要protocolstack 在userspace 然後呢 我們需要那些limbabon 在userspace 也就是說 我不需要資料呢 是copy to kernel kernel to user 這樣子copy來 因為這個帶來成本太驚人了 那sdp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呢 會需要一個狀況 就是 我們可能會遇到封包錯誤 我們可能會遇到攻擊 會遇到 反正我們就想要 拍出一些特定的狀況 那這些事 我不需要等到 protocolstack 再處理 我可以很早期 比方說這個nice上來 我就可以做處理 所以sdp呢 想法很有趣啊 就是說 我在protocolstack之前 就判斷是否繼續處理 比方說我就 我假設 我可以知道說 這個東西來自對岸 來自左岸的善意 你知道這個左岸有很多那個 左岸不是只有咖啡館 左岸有很多網軍啊 真正的網軍啊 台灣講的網軍都不知道在講什麼鬼啊 但是這個 對岸有很多專業的網軍 而且北韓也有 北韓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有很多那種專業網軍 那所以呢 這些網路攻擊一旦發生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讓protocolstack 讓saki才去處理 那可能太遲了 所以 xdp給你個機制 就是nice收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立刻轉給 kernel的一段程式碼 注意到 這件事不需要userspace的介入 所以注意到 這一段程式碼呢 這一段程式碼 完完全在kernel裡面就做完了 userspace就是去做基地要的設定 必要的配置 必要的規劃 那這個東西呢 在我們linus核心設計 講座裡面有一個叫 透過eBPF 觀察作為行為 請就提到sdp 再來就是說呢 在sdp啟動的時候呢 它可以在什麼protocolstack之前 就會判斷說 我是否繼續處理跟刪掉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很顯然就是你可以做到 比方說我可以每秒可以賺 一千萬個封包 所以更是一個很大量的一個處理 因為它捨棄封包的那個判斷 它不是把資料 copy到userspace再去判斷 它在kernel space就可以執行 所以這一小段程式碼 到底要怎麼樣 如果這一小段程式碼呢 總是用kernel module去掛載 你會發現什麼問題 那就需要重新編譯啊 重新去什麼 去掛載卸載 就很不方便 所以後來呢 在kernel內部呢 就發展一個很酷的東西 酷哦 就是在內部呢 就實做一個什麼 實做一個virtual machine 實做一個virtual machine 對 就是在這個 在kernel內部呢 就是乾脆做一個virtual machine 這個virtual machine呢 它就執行在kernel mode 所以搭配eBPF搭配x 就可以實做出sdp的目標 然後這個 在原本的演講 也講得很經典的話 說這個概念呢 你今天可能可以接受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 潛意或穩要可以接受 雖然聽起來有點毛毛對不對 那就可以接受 但是在20年前 你覺得這鬼扯蛋 對不對 看這20年其實人們很多意義 就改變了 什麼改變呢 在kernel內部可以有個虛擬機器 那在以前來講的話呢 總是不需要Linuskernel裡面太膨脹 但是呢 適度的膨脹 適度的隔離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 所以有發現這件事很有趣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在dpdk 跟sdp的關聯在哪裡 所以它有個talk在跟 the path to dpdk 那注意到f呢 在Linus來講會出現大量的f 這正文稱叫做addressfamily addressfamily addressfamily呢有一大堆的 比方說這個innet 就是internet ip4的innet 那如果說你對早期的電腦 比較有概念的話 就是什麼nobel的啊 apple token apple的電腦之間可以串聯 串接起來 然後不然說像什麼藍牙啦 那也可以 也有它一個對應的那個 也可以有一個對應的那個family 所以可以看到說在對面的講話呢 藍牙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在這個 在linus裡面呢 它有一堆addressfamily 那其中有個addressfamily叫sdp 那這個sdp是什麼呢 因為我nic 立刻就收到資料之後 我立刻交給sdp去判斷 所以這個判斷 來講話呢 我也給它一個什麼 也給它一個address 所以你看到很好玩 在linus kernel呢 就把很多那種unus 很多東西呢把它延伸 在unus來講話 很多東西都把它當作一個檔案去看待 然後呢在這個linus來講話呢 又把那個加州大學不快分校的那個什麼 bsd 裡面的那些bsdsack 又把它擴充 所以一開始呢 是針對這個ipv4對不對 但是後來你看可以擴充很多東西啦 可以擴充很低階的風包 可以擴充為像剛剛講sdp 反正我都可以這個 用一個特定的address 去存取這些資源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linus kernel 這個東西就值得我們去 你我去探索 那所以來看一下 在這個talk裡面 它有一個錄影 這也是第一手資料 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來講話呢 它就有一個什麼 tsring tsring在做什麼事 它就是從 從什麼 從 kernel 從 kernel 從 kernel發送的 然後呢 再來是rx 就是這個什麼 receiver那個ring 也是從 kernel的 然後呢 會有什麼 會有從那個fuelring 就是從那個什麼 在那個 來自 就是需要 需要在那個 應用程式去 去更新它的那個ringbuffer 然後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呢 你可以去啟動那個dma 那甚至呢 它會有一種模式呢 是自由 copy mode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個簡報 就是講說 原本這個user space kernel space 中間有很多事要做 對不對 但是呢 在自由 copy模式來講話呢 我的 application 可以直接 透過dpdk 可以直接什麼 存取到 硬體 那所以dpdk 它會有一些機制呢 比方說要趕快去判斷 就是它在真正處理那些udp tcp之前 它有個快速判斷 然後之後才是真正的protocol protocol stack 像udp tcp 這樣的一個protocol stack 然後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呢 也可以搭配那個sdp 所以我可以很早期的是 把NIC的資料一上來 交個sdp處理 那sdp 會有個address memory 那這東西又可以對應到 inserspace的dpdk 所以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做到什麼 可以做大量的風暴的處理 然後呢 你可以甚至可以去改寫一些特定的風包 那這件事呢 跟虛擬化有非常大的觀點 那 當然我現在沒辦法跟你講 請你自己去參照這個同一篇 跟它的錄影 那接著下一個呢 是AIO AIO 然後呢 注意的地方 AIO又跟什麼呢 又跟dpdk有關係 就是dpdk為了打到效率 又用到AIO 所以自此呢 有很多東西就是混在一起了 好 幫你梳理一下 我們一開始講到dpdk 它做到kernel bypass kernel bypass的手段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看到底下這個 Cloud Flare 它有很多文章在講這個 那dpdk是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實作 然後呢 dpdk呢 可以搭配xdp 我在kernel那邊 可以幹嘛 直接去判斷 直接去過濾風暴 然後 dpdk 可以搭配sdp 好 然後呢 dpdk的實作 內部呢 用到AIO 好 有有有概念嗎 有用到AIO 好 所以呢 其實這個三個觀點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再繼續 那我們這邊呢 頭影片就講到什麼 講到AIO 好 那注意到AIO呢 在Windows的世界呢 其實是很常用的東西 但是在Linus的世界呢 它不是很常用 一直到今天為止呢 其實真正有支援AIO的案例呢 其實是少很多 這主要也是 unis的設計哲學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在Windows的內部呢 很早期就thread 就是執行序 可是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Linus呢 在執行序呢 在開發的前十年 其實不是很鼓勵的 一直到了2001年以後呢 執行序的使用才比較多 但是那時候呢 使用呢 其實也不是很建議的 像是像Apache 我們都知道Apache呢 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Web Server 對吧 那Apache呢 早期呢 在實作來講話呢 它用的技巧是prefork 就是說呢 它不是建立指好多個執行序 它是先 預先去fork完 一堆process 再用這些process去服務 各式各樣的聯繫要求 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prefork 的效能 在很多時候呢 還是會比 Multi Freddy來得好 這時候跟你的書上的寫的不同 書上不是跟你講說 建立執行序的成本 是怎樣 比較低的 那建立process的成本比較高 那高沒關係啊 我先建立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在書上 一般來說跟你講的是 執行序的建立成本比較低 行程 就是process的建立成本比較高 可是呢 一旦建立完之後呢 切換process的成本比較高 還是切換thread的成本比較低 很難講對不對 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直接講結論 在Linus上 prefork 是很有效的機制 一直到Linus kernel 5 5點多的版本呢 prefork 往往有些時候呢 還是有可能 他會比Multi Freddy來得高 高效 這個很有趣喔 這個 那我們之後會有學生呢 做一些實驗 到時候大家可以來參考 好 然後呢 我們這裡來介紹這個AIO 那這個AIO呢 是什麼呢 AIO呢 是Synchronous IO 跟它相對的詞呢 叫做Synchronous IO 我們知道同步 同步的東西呢 這個 這個概念呢 其實不難懂 只是說它的術語比較 就是它術語跟我們的實際行為 比較 對應不是那麼直覺啦 但是它的概念是很單純的 就是 如果你一個操作是可以做到 send and forget 就是說 比方說你去交代一個人 比方說 比方說什麼 你要求你的秘書去幫你做一件事 講到秘書呢 講到很有趣的梗 就是我們系上有個老師 就是快退休了 然後呢 他就是 他很特別喔 他是 他是 他是我們的資深教授 但是呢 他 他總是 不是總是啦 就是他 他常常就會那個 要求助理呢 去幫他做一些 特別的事情 比方說 要他助理幫他 收信 這個其實蠻常見的 很多資深教授會這樣做一件事 但是他會要求助理把那 email把印出來 把email把印出來 然後他就會在上面去 呃 批示 去批桿 就真的用 把email印出來 什麼 email印出來 然後跟他們批示 他助理呢 再依據他的批示 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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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基本想法 欸就是 我要求做一件事 那做我就不用管 反正時間到就有人把他擺固然 可是問題啊 人家批示的時候是不是要通知 或者說呢這個信件呢 回信的時候可能要額外指示啊 比方說他寫字太吵 寫不知道寫什麼鬼 字太吵 他可能會誤解 或者說他可能有個時間限制 比方說人家去要求當天回覆 所以呢那個助理就要聯絡那個老師 對不對 但是那個老師年紀比較大 所以說不是那麼即時 所以呢這往往呢 這件事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 Asynchronous I.O. 它不會總是Asynchronous 它還是會有 Synchronous的部分 所以特別注意到 我們講的Synchronous 跟Asynchronous 它只是一個相對詞 它不是完完全全絕對 不是非黑則白 或是非零則一 不是這麼一分兩半的 不是 它只是一個模式 跟一個傾向 所以注意到它是一個傾向 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簡單的一個分類 就是說呢 如果 如果呢 你在從Kernel Space 就是在User Space 跟Kernel Space 打交道過程中 使用者乘結的行程 會被block 那我們就稱為叫Synchronous I.O. 所以最基本的像 Read 或是Receive From 這樣的一個系統呼叫 原則上它都是什麼 它都是Synchronous I.O. 它就是等 所以User Space 被block的時候 可以發現 會什麼事 就可能會再觸發排程 對不對 或者說 會有 就是簡單說 CPU不會顯著它 做別的事 但是呢 目前這個process 就這樣停下來 好 那Synchronous I.O.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要求這些操作 是由Kernel去內部執行 那Kernel呢 做完之後再通知 所以注意到 它的 原則上 我們 過程中 就是 當要求去做一件事 跟通知 之前 這一個時間點 User Label的process 不會被block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對應的API 比方說像 AIO Read 跟AIO Write 好 但是 我們使用AIO Read 跟AIO Write 的時候呢 往往還是需要什麼 還是需要Read 跟Write 這是什麼 這種Synchronous I.O. 注意到為什麼 因為 你不可能 時刻都是Synchronous 你最後還是要什麼 把資料拿出來 或者說 因為你看 我今天發送的要求 跟等待 有可能這樣 時間很短 所以時間很短 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怎樣 是Synchronous I.O. 就是可能 很快就可以收到一個Byte 很快就可以收到 一個風暴 好 所以注意到 它只是一個 層次 跟偏好的一個差異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力 所以比方看 這張圖 這張圖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看 就是說 我們講這個應用程式 如果你是什麼 你是 但是 比方說 如果你是Read跟Write Read的Write 觸發的時候 它是什麼 它是Synchronous 所以 當我UserSpace 呼叫Read跟Write的時候 我就在KernoSpace了 除非 Kerno告訴你結果 成功 或是失敗 在 返回之前 都是 UserSpace都是Blocking 但是你看 很好玩 AIO 它們對Kerno發送的要求 那Kerno開始做一些事 該做什麼 封包的處理 資料的複製 那這些東西呢 都做完了之後 再發通知 所以它可能仰賴一個Signal Handler 所以注意到呢 並不是說用了AIO就會比較快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程式沒想要用AIO 反而會變慢 對不對 因為你從觸發到通知 對不對 其實這樣是會有時間差的 而且你應該仰賴這個Signal Handler 那這個呢 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會 會往後拖延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就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在 今年 Linux核心設計的講座呢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呢 就要講這個 以Web server為例 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帶著大家來探討 就是 一些真實的案例 那其中一個案例呢 去開發一個高效能的Web server 其實開發Web server不會太困難 有一本書呢 叫CSAPP 就這本書 這本書呢 叫CSAPP 那CSAPP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 都有探討這個Web server怎麼開發 那第十一章的時候呢 就跟你講那個 第十一章跟你講 TCPIP那些原理啊 那些Portocals 對不對 然後到第十二章的時候呢 就講到這個 Concurrency 講這些 講這些並行處理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地方呢 其實要考慮事情很多 比方說這種Io的Data Model 然後還有一些必要的一些 系統戶口叫ePort 甚至還有一些 Desight Pattern 比方說react pattern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在這邊講過 我們舉個例子 你可以看那個程式碼 我們稱為叫sehdbd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單值行序的 但是呢 它的效率呢 其實夠好 它跟那個 enginx比起來 enginx enginx 這個sehdbd 還不到1000行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精簡的東西 但是它該做的就是一些很複雜的一個機制 比方說non-blocking io 還有底下一些實作的一些考量點 比方說ePort 這個其實都有考慮進去 那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說我們 對順便講一個 就講到那個 講那個blocking io跟aio 就是我們在講講的時候呢 會講到什麼 會講到blocking跟non-blocking io 然後會有synchronous跟asynchronous io 注意到呢 這東西不是說總共是四種 不是啊 你看這邊我們講的是 以blocking來講 我們是 資料的等待 就緒的過程中 使用者成績會不會被block 那另外一個是資料處理 所以注意到 一個是等待資料就緒 一個是在資料處理流程 所以它事實上不是四種 不是說blocking io synchronous io non-blocking io synchronous io 不是這種差異 它其實是要用 不同的 它是不同的分類 所以注意到呢 你有沒有可能說 我同時兼顧了blocking io 跟asynchronous io 有沒有可能 有 就剛剛舉例子啊 對不對 就是說我事實上呢 我可能是 我可能用那個 aio read 但是我之後呢還是用到 read 來做資料的處理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注意到呢 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 它只是一個傾向 多半的時候我們使用的時候 還是會繼續組合 去組合不同的io 它不是完完全能獨立的分類 然後這邊呢 來講話呢 你可以交叉看一下這個筆記 那這個筆記來講的話呢 我們有在 在我們這門課程 就是linux核心設計的課程呢 也有對應的作業 那你可以看的 交叉看一下 那建議呢 你把這層次把拋起來 然後去看說 中間到底怎麼去實作 然後去看說 要做一個高效能的那個 web伺服器 它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關鍵不是web伺服器 而是說 因為你把伺服器的效能 拉高的時候呢 很多問題都浮現出來 你可能造一個東西叫C10k C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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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 就是說 我同時有1萬個request進來 最大這是20年前 20年人家想C10k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C100k來C1000k了 但是呢 萬丈高樓平地起 所以你要先了解這些 這些議題 好 那麼再來看呢 AIO的後續呢 AIO後續呢 是叫做IOU ring IOU ring IOU ring呢 是什麼時候引路呢 是Linus kernel從5.1 引路的這個機制 那這邊呢 可以看到一個很精湛的一個演講 那這個演講來講 你一打開呢 就會看到Facebook的那個畫面 就是 讓你們看到 這個Facebook 它的確就是在Facebook工作的那個工程師 然後呢 注意到呢 Facebook呢 在最近呢 對Kernel呢 做了一定程度的這個貢獻 然後比方說 這個IOU ring 也是Facebook投入的 那除了這裡外呢 有個東西叫KTLS 就是把那個 不要懷疑你 你聽過那個TLS 做在Kernel Kernel模式 KTLS 那KTLS呢 也是Facebook去貢獻的 那簡單來說呢 他對 他對效能的 幫 他 怎麼跑出這個啊 不是九龍啊 這個 搜尋不能偷懶 然後就這個 他其實最重要的是 TLS 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呢 原本我們在TLS 大家都知道 HTP啊 那種處理呢 他會涉及到TLS 然後呢 我現在很多網站 他其實都 都搬遷到這個HTP的 HTPS 甚至在Google的搜尋來講 如果你的網站 不是HTPs的話呢 你的排名會往下降 那Google還說 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個 以後的網站 只接受HTPs 就原本HTP的 可能就會 不再被Google 存取到了 那這個 Kernel TLS呢 他最重要的是 Off-Long 他雖然 對效能的改進 只有改進7% 你可能覺得 奇怪為什麼大費之中 搞一個7% 但最重要的地方是 我們在TLS 處理過程中 我們不用把 那些信任 那些 private key的處理 是在user space做 他可以在kernel space 去進行 這是一個 對路徑 的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思維 因為以前 你只是在user space 那個process level 去控管 那個TLS 對不對 你不管是一個 HTPs的server也好 HTPs的client也好 他從頭到尾他的 那些 那些session的管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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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那些金要交換 那些處理 他都是在process level 去確保他安全 那有沒有可能 我這個process 被leak 我這個process 被破壞 有沒有可能有 但是如果說 你可以offload到kernel 那其實某個角度 還就創造一個什麼 一個保護層 所以其實這是 KTLS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思路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思路 來講話 除了facebook 自己的投入以外 後來包含說 也在這上面去做 琢磨 好 然後在這個talk裡面 他就講到什麼 IOLIN 那 我們探討一個技術之前 我們要先思考一個議題 來看看這個 在這個UNIS的哲學是這樣的 就說everything的file 這邊講的everything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裝置 比方說 那個什麼 記憶體 是一個裝置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檔案 檔案是 就是儲存裝置 它是一個裝置 所以還可以追蹤到檔案 比方說會有一些個 device node 然後呢 包含說像這個 網路 網路也是一個裝置 所以呢 我們這邊講everything 你可以把它講every device is a fire 所以我們把各式各樣的裝置 都看在檔案來看待 然後呢 UNIS 不是講錯 Linus又把這樣的everything is a fire 再擴充 他把它擴充成怎樣 everything is a fire descriptor 所以這個東西很強大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原本的UNIS 引入everything is a fire 之後 他把很多東西整齊劃一了 就是說 我要去控制記憶體 我要去控制網路 我要去控制儲存裝置 就是用檔案的方式去控制 所以我可以open 我可以read 我可以write 但是呢 Linus又把這個UNIS的哲學 又把它擴充 擴充成everything is a fire descriptor 之後呢 這有什麼好處呢 比方說呢 你很多事件 你很多操作 它可以當作FD來使用 比方說這個有個東西叫event FD 這個很酷啊 來看一下喔 就是說呢 我有很多事件對不對 我要被通知 我有很多東西都要被通知到 那所以你會有這個wait notify對不對 你會有這個event的notify 那個wait 對不對 那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呢 我也可以把它當作檔案 檔案 來直接讀取 所以你只要去 比方說我要去特定的事件 比方說網路的事件啊 我要處理的是 記憶體的操作的事件啊 註詞這些這些東西 所以我所有這些動作 我都可以當作什麼 一個FD 所以我的確可以去開檔 那所以呢 這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我們剛剛講到 像那種AIO的操作 是不是就會設計到什麼 我要求做一件事 讓客人做完 客人做完我是要收通知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 這樣的一個機制 就用這個event FD 那我用這個FD之後呢 我可以幹嘛 可以搭配這個Poling 搭配SELITE 搭配EPO 所以呢 我就可以讓客人去幫我追蹤 追蹤那麼多什麼 不同的這個 這麼多FD 好 那怕你不知道這個東西的作用 怕你對那個SELITE 對這個EPO 不是很熟的話呢 請你回來看 我們剛剛有一份 有一份 有一份 等一下喔 Web server Web server Web server 高秀民 這個我們剛剛講那個Web server 那其實我們有講到一個東西 叫做Multipresent 所以注意到呢 在Select Pol 跟EPO 它都是一個什麼 它都是一個 我們稱為叫做 IoMultipresent 注意到 IoMultipresent裡面呢 它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個blocking操作 只是說呢 它在blocking操作的時候呢 它可以一口氣處理 一大堆這樣 就是原本你是 Read Write 你在Read Write 返回之前呢 它就blocking 那我們現在思維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要blocking 我可不可以 一口氣處理好多資料 讓kano一口氣處理好多資料 或者請kano一口氣 幫我追蹤 一大堆什麼 檔案 有沒有更新 有更新通知我 所以你看喔 如果我們有eventfd 注意啊 如果我們有 剛才講的這個eventfd之後呢 那很酷的地方是什麼 我就可以搭配這個 IoMultipresent 所以這個東西強大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原本呢 你一個事件 就是等待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我把那個事件的notify 事件的waiting wait notify 我把它變成fd 那我又可以交 交給我們的 IoMultipresent 去幫我追蹤 所以我就同時可以去管理很多的嘛 我就可以管理很多 AIo的對你的事件 好 所以從這個功能 你就有感覺了吧 對 就是說 我們講到這些blocking Io Synclose Io 所以它為什麼不是說黑 非黑幾百 因為很多機制都會怎樣 都會夠用 所以你到這裡應該大概有一點點感覺 就是什麼 everything is a file descriptor 這個東西的強大之處 就是 我今天可以用 file descriptor 這個fd的觀念 可以搭配剛剛講的 IoMultipresent 可以搭配很多機制 可以組合起來 甚至把很多機制把它組合起來 好 然後IoU論 在這個演講裡面 我幫大家畫一下重點 它這個演講很精彩 所以這個 大概要聽個 聽差不多一個小時才會懂 然後 但是有一些東西 我幫大家畫一下重點 就是它就先回顧一下這個 這個 回顧這些 這些操作 好 那裡面呢就講到說 這個 原本AIO有什麼缺點 好 那原本AIO有些限制 就是它其實它 就是只支援這個DirectAIO 那DirectAIO呢 其實它有一些要求 就是像是cache 還有size alignment 會有些要求 然後 如果說你今天是要做到buffer Io 或是說它的那個 你的那個alignment或是cache的那個行為 跟它的期待不同的話呢 它還是會變成 會變成同步 所以注意到 我們講AIO 它不是完完全的synchronous 往往它還是要搭配synchronous 而且它有可能會退回到synchronous 所以注意到 好 然後呢 那就算呢 你滿足上面的那些規範 有時候人會blocking 比方說呢 有個東西就是等待metadataIO 就是說 什麼是metadata 描述資料的資料 叫做metadata 那對阿呢 用一個很奇怪的翻譯叫什麼 原子 原數據 就是那一元兩個一元 不知道這翻什麼屁 就是描述資料的資料 叫metadata 所以呢 這邊描述資料的資料 什麼時候描述資料的資料 比方說呢 我們在檔案系統 或者這些儲存裝置 其實它真正在讀寫資料的時候 它不是讀寫一個byte 不是 它不是一個byte接著一個byte 它是一整個block讀的 而且它的狀態很重要 它就是切換目前的狀態 所以呢 在這過程中 描述資料的資料 描述這個 讀寫儲存資料的狀態很重要 對吧 所以呢 我們應該等到這個metadata 完全收完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尷尬 它就是要block 對不對 因為你不能收到不完整的 你不完整的東西 對 你要解讀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要完整拿到 你不能只讀前面 也不能只讀後面 這樣會錯 對不對 然後呢 在AIO裡面有個東西呢 是一個start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就是找 不難找就是找AIO資料 然後再找start 你們看到 其實它在出現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很基本的一個單元 叫start 這個start 那這個start呢 有可能在怎麼等待 所以我不可能 就是 平常我們要見縫插針嘛 對不對 要求做一件事 然後坑頭去做 可是如果現在 目前start就已經在寫 那正在使用中 怎麼辦 沒辦法 那我只能又退回去到什麼 同步機制 然後呢 再來是它的這個 開銷 最關鍵是它的AI 每個AI request 其實它相對的也講 這個 如果你的AIO 它在 資料存取很頻繁的時候 它的機體開銷是很可觀的 然後甚至呢 在Spectral跟Maildown的這個 防禦的啟動之後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在Kernel呢 之前遇到很多side channel attack 所以比方說 像Spectral跟Maildown都證實 這種side channel attack 可以發生 所以後來在Kernel 4.1級版呢 就會花很多力氣去做這個 這不能改善 那但是提升安全的時候呢 效能會衝擊 那特別呢 AIO呢 在Spectral跟Maildown的這個 防禦的那個 補強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效能會衝擊 所以這些因素呢 導致Facebook認證的開始思考 有沒有可能用一個 新的架構呢 去回避這些事情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相對比較新的 你看到 在2019年 2019年的這個1月正式提出來 然後呢 很快呢在3月的時候 就Merge到Linux Kernel裡面去 然後後面有句話 Linux Toast很喜歡 這個東西 他說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東西算很快 就整個到客戶 但是他說 把很多很糟糕的東西丟掉 所以就是用一個優雅的界面 重新規劃 所以你看到 Crypt 他很喜歡講這個 Crypt 就是因為AIO的限制實在太多了 好 但是呢 IOU使用的其實不是很 不是很容易 那為了這件事呢 Facebook就發展了一些 User Space Library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用IOU 不是直接呼叫他的系統呼叫 注意到AIO有綠的 AIO-Write 都是系統呼叫 但是大部分我們今天用IOU 是會搭配Facebook 發展的User Space Library去用 好 然後呢 接著呢 就是因為他用起來真的很麻煩 就是就是 要考慮東西很多 好 那所以呢 就是剛剛提到 就特別去發展一些這個 發展一些那個 一些Library 那這些Library要去掩蓋 去包裝一些議題 比方說這個Cache Invalidate 好 然後Memory Order 還有這些相關的這些問題 那所以呢 他有個東西叫IOU-Write 那特別要注意到的地方是 雖然 雖然那個IOU-Write 在5.1的Kerno就 就內建了 那如果你用Ubuntu Linux的話 Ubuntu Linux 新版的Ubuntu Linux 穩定版的話 是在5.3以上 那其實他就內建了IOU-Write 可是IOU-Write 的Library Lib U-Write 它其實需要比較新的Kerno 所以你可能需要5.6的Kerno 才有辦法自行 再講一次 就是IOU-Write 在Kerno 5.1就支援了 所以如果你用Ubuntu Linux 新版的Ubuntu Linux 它的Kerno是5.3以後 對吧 所以你的Kerno是完備的 是完整的 但是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 你用IOU-Write 的時候是 是一個比較高階的Library 它包裝很多細節 它對Kerno的期待是比較高的 所以可能它 某些功能是5.5 或者5.6才有的 所以你如果要完整測試IOU-Write 的話 你需要去升級Kerno 你可能需要重編Kerno 然後再把IOU-Write 的程式碼取得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在這邊來講話呢 這個 還記得我們剛才有沒有講到DPTK 這個後面就會有講到DPTK的 這個 好 這裡 就是 就講到說 誰呢 用到IOU-Write 那 是現在誰會有用到呢 這邊來講話呢 你可能知道一個東西叫RuxDB RuxDB RuxDB呢 也是Facebook發展 Facebook發展的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韓式庫 那這個韓式庫呢 就是 注意到它 它不是那種關聯式資料庫 它是一個KeyValue Store 然後 它是延伸一個 程式碼基礎 叫LevelDB 那LevelDB呢 是最早是Google發展 叫LevelDB 那是一個KeyValue Store 那後來呢 這個 Facebook呢 在這個基礎資質上呢 發展一個東西叫 叫做 RuxDB 那RuxDB呢 在 蠻多的那個 區塊鏈的 計畫裡面都用到 不要懷疑 區塊鏈 好 然後那個RuxDB呢 一樣是Facebook發展 用到 然後再來是Safe 那Safe的話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那種 有具備容錯能力的 分散式打電系統 好 那這個也用在 如果你有看一些 OpenStack的發展 大概知道 有Safe 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如果有把IOU打開的話呢 這個影響是很顯著的 重軸呢 是時間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這個 呃 這個時間 你可以看到 從原本 原本 原本的那個操作 跟那個IOU 這個時間的那個縮減 是很很驚人的 好 然後呢 因為那個RuxDB獲得巨大成功了 後來 後來有些DB呢 也開始用了 這就是可以看到說 它的一些影響 好 然後呢 在這個演講裡面呢 他還講一些細節 他有講到那個DPDK 就是簡報沒有特別講 但是那個 呃 他的演講裡面有講到 好 所以請教他看一下 好 那接著呢 就是你可以交叉看一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話是 呃 對按那個知乎 知乎那個寫的 就是跟你講說 這個 呃 他的那個發展的 IVB的前後果 好 那就是 不只是更高的 輸入鋪 好 那還有 還有像這個什麼 呃 還有他的界面 界面的那個設計 這個 好 然後呢 那再來是我們可以來講到這個 container 注意到呢 Linux的container Linux的container 其實呢 看起來發展比較慢 那 如果你去對照其他的作業系統 比方說這個 在VBSD呢 在1999年就有這個 container機制 然後Solaris呢 在2004年也有 好 那可是Linux Kernel的這個要拖到什麼呢 你看到這個很晚啊 拖到什麼 2014年才有 那為什麼Linux Kernel的這個container 一直拖到那麼後面才有呢 這個很有趣啊 因為Linux Kernel的container 的發展呢 跟 呃 FreeBSD 這個是FreeBSD的 然後這個是Solaris的 一些思維點不同 在Solaris也好 在FreeBSD 他們對於 對於container的想法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模組啊 就是Kernel裡面一個模組 Kernel某一個功能 所以他會去 在這上面表面創造出一個 呃 你看像FreeBSD的名字就很傳承嘛 一個什麼 監獄啊 對 把大家辦人關進一個監獄啊 所以他去創造一個 隔離的環境 在1999年就創造一個隔離環境 所以隔離環境A 跟隔離環境B 相互不會干擾 然後呢 Solaris呢 就Zoom 就是在2004年 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隔離環境 可是呢 這時候呢 就是什麼 這就是Linus有趣的地方 Linus呢 做很多事的時候 都會去思考 有沒有可能沿用現有的架構 沿用現有的機制 我們前面講KVM 還有什麼 Zen的發展的時候 就會很有趣 Zen呢 雖然是比較前部 而且他相對是完整很多的 但是KVM 他有趣的地方是 他沿用很多現有Linus-Kernel的架構 所以 Kernel的開發者 更喜歡那一套模式 雖然Linus-Container是什麼東西的 他其實是好多技術的組合 我們來看一下 他組合了什麼技術 來看一下 他組合了Netspace 他組合了C-Groups C-C-Ability 還有 joining us 能夠跟 nobody 分別來說 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很棒的演講 你可以看一下 這間都很棒 可以給各位很多啟發 一樣這也是很多第一手資料 這是來自IBM IBM的材料 所以注意到contain的這個梗其實是很早很多作業系統就有了 就有這樣的機制 所以它就是這幾個東西的組合 像這個siglub和namespace 分別來看一下它在做什麼 第一個就我們講到namespace 所以比方說在這邊來講話 我們在系統上有存在很多看起來是數值的東西 比方說pid,id是一個數值 那我呼叫了fork之後我會得到一個child process 那child process會有對應的pid 那我的網路也會一樣 那namespace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你可以比方說你相當於切換不同的視角 比方說我今天一個process 我可以fork出一個process 那我就把我的視角固定在這裡 我的孫子、我的兒子、我的孫子的孫子 對不對 它就是這樣一個視角 那網路也是一樣 我在網路上我可以有不同的什麼 我可以有不同的虛擬的網路界面 對吧 然後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我最後可以把它bridge起來 那我各自的Virtual Internet A、Virtual Internet B 那我可以把這兩個東西把它bridge起來 那我各自的Virtual Internet A、Virtual Internet B 那都各自的 所以我各自的可以設定一個不同的網段 我有不同的這個上面的不同設定 甚至我上面可以執行不同的 TCPIPStack 這是允許的 所以LinuxSpace給我們這樣的一個便利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很抽象的話 你可以來搜尋一下一個東西叫 NStack NStack就是代表而已 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之前我跟學生一起發展東西 我們就是希望把在Linux上 再去發展userspace的TCPIPStack 然後這東西可以給我們很多便利 比方說你可能對TCPIP想要知道它的內部原理 想要知道說ARP、ICMP、IPV4 它是怎麼運作的 TCP的Handshaken怎麼做 NCV的資料傳輸怎麼做 所以你就可以搭配Namespace 去做出一個Virtual Ethernet 然後在上面執行一個TCPIP的Stack 這就是Nspec能夠做的事情 同樣這個東西就建構在這個Namespace基礎上 然後另外一個是Cgroups Cgroup是一個它的全名叫做Control Group 就是說我可以很細緻的去控制 特定的CPU使用率 特定的Parset的CPU使用率 我可以去控制特定的資源 然後所以呢 再來是會搭配像一些Fire System的Union Union Mount 總之你在這邊來講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所謂的Container 你可能知道像Docker 像Docker或是Kubernetes 縮寫叫K8S 這樣的東西其實是這樣 它是建構在這上面的基礎之上 那你請搭配看底下這個很精湛的影片 就可以知道其實Linus Kernel這個Container 這也是Linus Kernel這個一系列的設計 它不傾向提供很大的功能 它傾向說把好多功能重新融會貫通 然後再重新組合出一個完整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裡面的模組 有很多是可以這樣 可以共用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演講裡面 也提到這個BPF跟EBPF CBPF 那請交叉對照看這個 我們之前有講那個講座 然後這些工具的組合非常之強大 就是在這邊有提到什麼 提到這個Performance Tool 那這個強烈建議 你一定要來看一下這個 Breden的這個 就是在Netflix工作的Breden 他是這個 他有一系列演講 很精湛的演講 然後有一系列的 他有專書 所以你看到 他有一本書就叫 BPF Performance Tools 注意到它是一本書 然後這本書就很有趣了 就把克朗我們的機制 把它融會貫通 然後EBPF 它是這裡面的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它是一個在Kernel內部的一個虛擬器器 跟這個虛擬器 剛好可以搭配Kernel很多工具 可以組合起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投影片裡面 有講到一個東西叫D-Trace 這個D-Trace 這是什麼呢? 是Solaris上的一個強大工具 這個工具是可以做動態的追蹤 但是Linus的哲學很有趣 Linus的哲學是什麼呢? 是把一堆工具 注意到 是把一堆工具把它組合起來 像這樣 把這種一堆工具組合起來 然後變成 所以Linus不傾向 就像我剛剛提到 Linus不傾向給你一個很大的工具 而且他喜歡把很多現有機制整合起來 所以講到這邊 你大概可以知道 如果你要貢獻Linus課 你要怎麼貢獻? 不要去做大體驗 你去想這些很多小東西可以怎麼組合起來 然後可以進入一個更略大功能的東西 或是兩個看起來沒有太大關聯的東西 你把它找到彼此的關聯 然後用一個一致的介面弄起來 像我們前面講的IO Multipressor 跟AIO 它其實都可以這樣 還有Event FD這樣的機制 所以講到這邊 你大概可以知道 Linus的一些設計很有意思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講Riotime Riotime的話 在我們Linus科技設定講座 有個東西叫做PrintRT 作為邁向硬即時作為系統的機制 這個東西很長 這個物語很長 那就慢慢看 那就是 為什麼要特別講呢? 因為我就是做這個東西的 就是我之前就幫忙ARC 就是台灣的前章火箭研究計畫 那我們就來做火箭的控制系統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幫某一個Apple供應鏈 今天可以講 Apple供應鏈的某一家公司 去做它的機台 那裡面的那個 控制機台 不能跟講哪一部分 但是就是裡面的控制機台 那裡面就執行Linus 裡面就執行我們定制過的這個PrintRT 那所以這個 雖然我平常沒有在用iPhone 但是這個 做的東西跟iPhone有一點關係 你知道工程師的樂趣有時候就是這樣 工程師的樂趣就是這樣樸實無法 然後但是不枯燥 這些一停就去嘛 就是你自己寫程式的跟周邊人有一些關聯 當然外人還是會酸嘛 那你有賺很多錢嗎? 對不起沒有 好 那這個Linus kernel5.3的時候 就已經整合PrintRT的相關修改 所以在這裡面Token也有講到 PrintRT 5.3已經整合進去 但是有很多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然後裡面進步空間很難玩 其中有一個進步空間是這個PrintK 這邊請你自己去閱讀下 這篇文章 這邊講的很經典 就是說為什麼PrintK這麼複雜 以及怎麼去改善PrintK的這個表現 這東西有意思 這東西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知道PrintK本質上它是一個 本質上它是一個LinBuffer 那所以你看到LinBuffer 那這個LinBuffer的這個 要怎麼確保說它的LinBuffer的安全正確 因為PrintK應該要在不同Kernel主態下都可以運作 那這個PrintK就很尷尬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的Kernel有可能是Fully Prehandable 就是我程式執行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打斷 我們講Kernel 這個你可能要教他看一下這個 講這個 看這個部分 就是依據Linus Kernel的理想 依據Linus Kernel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做到Fully Prehandable 就是Linus Kernel執行的每一段程式碼 不管是在User Space 在Kernel Space 甚至包含在中段的處理 ISR 你執行到任意點 都可以被打斷 那一旦這個程式碼 任意可以被打斷 這時候就很大問題了 那你的LinBuffer怎麼去保持它正確 這讓Print-K就變得很複雜 所以大家這種比較小看的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很多人寫這個 第一個Linus Kernel的 module 就會呼叫到Print-K 你可能覺得說 這東西跟Print-K一樣 只是一個Buffer 錯 因為你要考慮到東西是什麼 Kernel Preemption 你要考慮到的是 它GreenBuffer的運作 那你要考慮到它的Lack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Lack 那給各位一個提示 有一種改善效能的方法 就是把Print-K移除掉 就是說 在Linus Kernel的主態 就是可以把Print-K變得無效 或者說你去修改成熟 把Print-K拿掉 那你發現 在特定的情況下 它對效能是有幫助的 甚至可以解決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好 那再來是ZFS 還有BetaFS 還有RAID 那先講BetaFS BetaFS 這個東西有趣 這個是Oracle去發展 然後它可以希望 可以去取代 取代像GFS這樣的一個發展 那GFS最早是從哪裡來呢 是從Servaris 就從SynMichael 後來SynMichael 後來SynMichael 就賣掉了 賣給Oracle 那GFS就變孤兒了 但是後來就有OpenGFS 反正就是有把GFS 把Servaris的實作移植到Linus上 那反而是BetaFS比較尷尬 BetaFS之前是獲得Red Hat的重視 Red Hat有一些工程是投入BetaFS開發 但是在最近BetaFS就不再活躍了 甚至在新版的Vidola也沒有特別去琢磨BetaFS 然後注意到GFS跟RAID 它其實是兩條不同的路 那GFS是來自Servaris 它其實想要突破的東西是說 它想突破的東西是說 我要怎麼讓一個檔案系統 它很可靠 然後又可以容錯 就是大家說我硬體發生錯誤 我重啟 然後之後我可以 我可以依據之前日誌 之前的這個還原出可執行的狀態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才前面有講到RAID 對不對 RAID其實它就是一個 你就想說我資料有可能有很多部分 還有相關的資料的這個狀態的追蹤 然後這篇文章很有意思 它就是去探討 GFS搭配RAID 那RAID需要搭配一個檔案系統 我們要搭配EST4 EST4本身已經可以做general 然後底下就做一些探討 其實你發現說很有趣 就是說其實GFS呢 它雖然不是Linus Kernel的原生的一部分 那目前它是OpenGFS的團隊去維護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它在特定的表現 其實是在預設表現是可以做到蠻好的 就是它的那個在比方說底下的一些數據 還有一些容錯的能力 那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規劃一個系統的時候 其實不是說哪一個東西是最好的 它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競爭 然後很多可能同時存在不同的選項 那最後是結語的部分 就是說這邊就跟講到說 其實Kernel它非常活躍 那每一個Kernel現在的改版 大概是每9週到每10週就會有一個新的版本出來 那每一次的改版 它可以涉及到1萬多個commits 這很驚人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像這邊來講話 這應該不是句點是動點 就是會涉及到幾十萬的新增刪除 然後每年大概是1000萬行的變化 不是1000萬 150萬行的變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就是說這麼龐大的Kernel 所以我希望我們從這邊了解的這20年 從2001年到現在 這20年的Linus kernel的發展 知道Linus kernel朝向哪地方去琢磨 然後特別是Linus kernel一些很重要的原則 比方說把很多小的元件 然後組合出一些特定的功能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去思考很大的東西 其實我們先了解Kernel朝這邊去走 其實這邊有非常多可以著墨的地方 舉例來說像剛剛提到的Linus 它在2009年3月引入Kernel 其實還有很多機制 那這邊來講話 像你可以看到說像以Facebook那樣 它的RossDB 甚至有些Web Server也嘗試用Linus 過程中你就可能會發現一些新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在最近做一些Linus實驗 就發現的確有些跟想像中不同的 然後再來是Kernel的一些 從Cost-Grain的Lock 然後移轉到Fine-Grain Lock 然後在Kernel很多部分就會做到Lock 就是Lock跟Lock之間不會相互競爭 那諸如此類這些議題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是什麼 Kernel在20年其實把很多東西做得很細緻 不是有就好 它去追求更多通用的架構 而且這些架構在運作的時候 可以做到像前面講的像ZeroCopy 然後可以做到很低的延遲 這些東西背後都有對應到食物的議題 這也是我覺得在探討Linus最大的刺激的 就是你可以知道這個世界怎麼去運作 你雖然看的東西好像是一個程式 但它背後都是各式各樣的需求 這些大公司Intel、Update什麼的這些 那些大公司為什麼要投入Linus課 因為它都解決實際問題 而且這些實際問題都是透明的 讓大家都知道 甚至讓你去重現 這也是我覺得跟Linus課筒很不一樣 它不是10版的跟程式吧 你看到是一個世界的縮影 好,大概跟大家接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關注Linus核心車子講座 謝謝大家